一个坐拥后宫六千美男 来自未来世界的女皇 还没来得及雨露君瞻 便因过老死而浑穿到现代 附身于刚刚被害死的倒霉傻白天身上 重生之际 一个危险而神秘的男人出现在眼前 他俩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在遥远的3880年 女王星系 玛丽星球的苏黄城里 一个男人正在劝女皇赶紧休息一下 他已经连续工作86个小时了 能源库存还很充足 他不需要如此 还是身体要紧 这时边上又出现了一个小鲜肉 怎么样了 不行 我劝了好几次 陛下他不听 能源低于60% 胜率不足74% 还是很危险 放弃某某坐标 将火力集中在歪歪坐标上 女皇注意到了身后的男宠们 让他们不要着急 马上就结束一切去宠幸他们 女皇打了个哈欠 正打算说些什么 但还没等他开口 就倒了下去 两个小鲜肉 看到这一幕也是十分焦急 女皇倒下的时候 还在想着最近自己忙于战争 都还没有宠幸自己的六千美男呢 而在现代的地球上 一个女孩正在支支吾吾的 拒绝面前男人要求的婚前性行为 男人表现得很大度 尊重女孩的选择 是自己唐突了 但是她的双手则在女孩的水杯里偷偷下药 女孩听到后一高兴 不小心撞到了男人的手臂 这一下直接导致一整瓶药全倒了进去 男人感觉不妙 让女孩尝尝这里的招牌饮品 自己则准备去上个厕所 让她别乱跑 女孩一脸天真的端起饮品 一边夸赞 看上去这么好看 一定很好喝 一边还觉得男人很好 本以为会被直接拒绝 随后她直接一饮而尽 而酒吧楼上有人正在目睹这一切 这女的是傻吗 被下药都没察觉 她边上几个人还在推销 程少要是看上这里的姑娘 尽管开口 程少只觉得很无趣 就这样的货色 真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随后她穿上衣服就准备离开 路过卫生间的时候 听到里面的声音 只见里面传出之前买的那个药 不小心全加进去了 不会死人吧 程少听到了药 觉得是刚才那个混蛋 索性她就在外面听听 到底什么情况 有副作用不怕 反正她也不敢声张 嘿嘿 是个没有经验的 胆小得很 就是个没什么背景的傻白甜 要不是看她童颜巨乳还没有经验 早不搭理她了 行了挂了 我快回去了 程少这时也听不下去了 直接堵在她门口 男人看见有人堵着自己不让走 顿时骂了句神经病 堵着厕所门干嘛 程少轻蔑一笑 童颜巨乳 没有经验 完全引起了自己的兴趣啊 男人刚想骂人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就认出了眼前的人 完了 是白语成 碰上煞心了 白语成 白是财团二公子 国内知名娱乐经纪公司 星渝的总裁 英俊多金 天才般的人物 却唯有一个缺点 好色 凡是她看上的女人 就一定要得到手 那些阻碍她的人 没有好下场 白语成见她没反应 也有点不耐烦了 这是听不懂自己的暗示吗 男人见她脸色难看 立马就认怂了 赶紧递上房卡 并且告诉她 女孩在十九号桌 白语成见男人 还算识相 就让她滚蛋了 她看着自己手中的房卡 是不是又多管闲事了 白语成叹了口气 算了 就当日行一善吧 而在女孩这边 她突发了心脏病 她觉得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已经喘不过气了 就这样 她因为心脏病倒下了 白语成回来看到 倒在沙发上的女孩 还以为她睡着了 就这样把她留在这里 也不是个办法 正好把她抱到房间 扔在床上 她看女孩这一路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随即把手 探到女孩鼻子下面 但是没感觉到呼吸 就在她以为 女孩是不是出事的时候 她的手突然被抓住了 女孩缓缓地睁开了眼 但是 她的瞳孔变成了金色 未来女皇的瞳孔 白语成见她醒了 也是松了口气 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女皇坐起来之后 就一直盯着她看 你就是这次的新人吗 质量挺不错的呢 能在第一时间被送过来 应该有几分本事吧 来吧 让我满意就重重有赏 白语成一脸猛逼 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质问女皇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放端正态度 再怎么说 也是她伺候自己才对 女皇文言大笑起来 真是太有趣了 她成功地引起了自己的注意 她一把搂过白语成 把她压在身下 竟然如此地放肆 和后宫里其他人都很不同 不过自己反而不讨厌 不给白语成说话的机会 就把她的衣服给脱光了 随后开始办正事 就这样 到了第二天 女皇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白语成坐在床边 心情十分沉重 自己昨晚明明是好心救人 怎么就失身了呀 她又想起了 昨晚发生的事 随后一阵面红耳赤 只能强迫自己 不能再想了 既然已经发生 那就只能负责了 只好结婚了 女皇也被白语成的 自言自语给吵醒了 起床打了个哈欠 她问浴室在哪边 得到答案后 女皇走向浴室 一路上看到房间的布局 非常奇怪 这是新建的新宫吗 白语成看到这幕 也不禁吐槽 奇怪的女人 至少穿上衣服 再走来走去啊 女皇走到浴室门口 在门把手面前晃了晃手 但是毫无反应 她也很奇怪 感应门这是坏了吗 随后又盯着门把手 看了下 这东西看上去 怎么像是千年前的老古董 她根据印象中 拧了下把手 女皇打开门之后 看到浴室里面的东西 感觉更加的稀奇 这些全都是老古董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随后她回忆起 自己过劳而死 这具身体的援主被下药 接着因为心脏病而死 自己浑穿到她身上而复活 根据她的记忆 吹干头发 是要用这个吗 可恶啊 这里也太落后了 好慢啊 太不方便了吧 你叫李甜甜吗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吗 但是生活在这个落后的时代 男朋友也长得不怎么样呢 有点惨 接替你的我也 哈哈 接替就有这种水平的艳遇 也不算太惨 最后 她打开浴室门走了出去 白宇成还在等她 嫌她太慢了 女皇也奇怪 竟然还没走啊 白宇成表示自己有话要对她说 昨天晚上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所以就结婚吧 话没说完就被眼前一幕震住了 女皇当着她面 解开了浴袍 开始换衣服 穿衣服的时候 还在奇怪 怎么不继续说了 白宇成呆得说不出话 女皇看着她害羞的样子 顿时觉得非常可爱 随后 把她拉了过来 凑上去亲了一口 昨晚很愉快 那就 有缘再见了 白宇成看着远去的女皇 感叹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女皇来到了李甜甜的家门前 这里就是她最珍视的家吗 真是落后又不变呢 不想在这里生活呀 想念本皇的皇宫和家里六千啊 反正现在使用这具身体的是自己 不如重建皇宫 还有美男 这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抱住她 女皇立马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男人对她说 终于回家了呀 女皇一看是个美男 顿时觉得这个家也还不赖 她随即就上前挑逗 但是被男人抓住手 让她不要开玩笑了 昨晚夜不归宿 今天都下午了才回家 手机也不带 再这样自己会很担心的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自己该怎么办啊 姐 女皇这时仔细一看 这脸确实是李甜甜的弟弟李修生 刚想说自己不是她的姐姐 就顿着了 看着她担忧姐姐的神情 我不是你姐姐 她已经死了 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果然自己还是不忍心 做令美男伤心的事啊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做好李甜甜了 正好之前都在为了国家辛苦工作 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 此时边上的手机传来一堆消息 女皇打开一看 都是李甜甜的闺蜜发来的 只见上面写着 让女皇赶紧去上班 有领导来视察工作 所有人必须都要到 结果到最后还是要工作呀 被迫她只好来到公司 一路上 女皇还在感慨 这交通可真慢 古人真是生活不易啊 当初电梯 就看到眼前的一幕 李甜甜之前的男朋友 正在和别的女人调情 这孩子审美堪忧啊 找了个这么错的男朋友 这时 男人开始深情告白 说的时候 手还往女人的屁股摸去 女人一脸娇羞的欲据还迎 女皇都呆住了 这么错的男朋友 居然还出轨 女人表示 男人就会花言巧语 最喜欢自己 那她的小女朋友怎么办 不要提李甜甜 那个女人 什么女朋友啊 只是她单方面缠着自己罢了 那种不懂情趣的吐憋 实在让自己倒胃口 听到这些女皇的心脏一阵抽痛 是李甜甜存留的情感在影响她 眼睛不自觉地流出眼泪 原来这么爱她呀 可是她不配 任无可忍 直接喊了男人的名字 郭阳转头看到是女皇 让钱蕊先回去工作 自己和她说点事 郭阳表示 既然都看到了 也懒得应付了 直接分手吧 女皇感到一阵无语 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边上的电梯响了 打开只见 是白玉成走了出来 出了电梯也顺势看到外面对峙的两人 看到女皇正在哭泣 是被那个渣男欺负了吗 白玉成立马大喊住手 郭阳短来还在说着什么 听见有人喊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女皇趁她转移注意力 直接上前一个正义袭击 郭阳跪倒在地上 只觉得自己淡碎了 白玉成和电梯出来的其他人都惊呆了 女皇一脸正气凛然 玩弄女孩子的感情 让女孩子流泪可是 要付出代价的 听到外面的惨叫 办公室里的人都八卦起来 也都知道 郭阳被李甜甜踢爆了蛋蛋 这么劲爆的事情 他们都出去围观了 李甜甜的闺蜜 则一脸担忧 外面的郭阳 还是捂着当站不起来 女皇看她还能这么精神地说话 只觉得自己这具身体的力量 还是太弱了 吃瓜的众人也看出 是郭阳出轨被抓 所以才挨踢了 纷纷说她活该 想不到她是这样的人 郭阳见状不妙 可不能毁了自己的形象 赶忙指责女皇 让她不要血口喷人 明明是她玩弄自己的感情 她昨晚勾搭成少 已经被自己看见了 女皇有点猛 成少是谁啊 是昨天那个小可爱吗 郭阳又道 刚刚自己只是在和钱蕊诉苦 女人也一副白莲花的模样 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和郭阳哥是清白的 让女皇不要误会 众人听到郭阳的话 都纷纷开始指责女皇 有的甚至还在可怜郭阳 她一脸奸笑 这下在公司待不下去了吧 男人让女皇不要嚣张 不要以为爬上成少的床 就可以嚣张了 没有一个女人 能爬上两次成少的床 她已经被成少用过就扔了 就在这时白玲成走了过来 搂住女皇的腰 自己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这么迷人的女人 一次怎么能够 而且 什么出轨不出轨的 李田田一直是自己的女人 她只是想打人 有意见吗 郭阳见白玲成过来帮女皇 只好疯狂地摇头 白玲成直接把她开除了 让她立马滚蛋 郭阳还想说什么 但是白玲成背后一个人 对着她疯狂比划 让她别说了 赶紧走 见状 郭阳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白玲成帮女皇擦了擦的眼角 随即 她一把搂过女皇的头抱在怀里 我不允许你为别的男人哭泣 现在你是我的人了 你由我保护 所以不要哭了 为那种人渣 不值得 文言女皇顿时爆笑起来 而白玲成 则一脸猛逼 女皇一把把白玲成推在墙边 凑到她耳边轻语 还是第一次 有人说要保护自己 真想在这里 就把她标记了 吃瓜的众人 见到这么暧昧的一幕 也是开始起哄 白玲成见自己霸道 总裁的形象毁了 赶紧想挽救 她随即把女皇转过身来 壁咚上去 满脸通红地说她是在玩火 看在还要工作的份上 就先放过她 然后就匆忙溜走了 女皇看着白玲成 害羞的样子大笑 这时萧一走过来问 有没有事 女皇表示没事 有事的是那个郭阳 要不是他跑得快 自己一定要他好看 萧一一赶忙叫他 不要冲动啊 现在有成少在还没事 可是 成少太花心 等他玩腻了 就会被经理报复的 经理可是郭阳的舅舅 女皇这时在想 白玲成明明非常青涩害羞 怎么都说她很花心风流 真令人好奇 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下班的点 古人的工作 真是枯燥无聊 男同事长得让人提不起 工作的兴致 真是生活不一样 回家的路上 女皇看到淒凌弱小的一幕 一群小混混围着一个男孩 要让他脱衣服 男孩一脸无助的样子 都要哭了 嘴里只能说着对不起 但小混混得寸进尺 男孩不拖自己来帮他 一把就扯开了他的衣服 之后还不罢休 开始语言上的攻击 在小混混说得正起劲的时候 边上出现一个拳头 一下把他打飞了出去 其他人见自己老大飞了出去 也很着急 女皇举着拳头走了过来 人人都爱美色 即使都是男人 也喜欢到情男自治 自己可以理解 但是美人不愿意 还这么动手动脚 实在是太混账了 混混老大流着鼻血站了起来 老子可不是男童 说着就一拳打了上去 但是这一拳被女皇轻松接住 再旋转拧了一拳 美人是需要呵护的 但像他这种人 丑心更丑的 就不必了 男人疼得压压大叫 边上的小弟看不下去 准备上前帮忙 但是都被女皇给抱揍了一顿 随后他们相互扶着 灰溜溜地走了 下次可不会这么轻易饶恕了 女皇见被欺负的男孩 抱着双腿坐在地上 他也上前 坐在男孩前面 表示自己不会伤害他的 小混混也都被赶走了 所以不用害怕 男孩只是道歉 给他添麻烦了 女皇拍了拍胸脯 这算什么麻烦 能为了美男战斗 是自己的荣幸 男孩也是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话 女皇接着说 他要是再不把衣服穿好 自己可就要受性大法了 男孩边穿衣服 边不停道歉 女皇摸了摸他的头 怎么老是说对不起 这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呢 他又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欺负他的人 男孩有点愣住了 被欺负 难道不是因为自己不男不女吗 不是因为自己没用吗 想着就哭了出来 女皇上前抱住了男孩 之后送他回家的时候 发现他们竟然住在一个小区里 白莲到了家门口 还一直在说谢谢 女皇开玩笑道 这句话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这么感谢的话 不如以身相许吧 正当白莲支支吾吾的时候 背后传来声音 小兔崽子 这么晚才回来 还在门口磨叽什么呢 还不快进来 去做饭 女皇见白莲脸色有点难看 问他有没有事 他只说没事 是自己妈妈在叫他 女皇也没有多想 既然白莲说没事 那就肯定没事 美人话最大 白语成和白莲 都是姓白 难道古代姓白的这么多美男 真棒啊 第二天 女皇还在睡觉呢 弟弟突然匆匆忙忙地打开房门 他进来大喊 出事了 女皇也被吵醒 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他们楼下 被一群黑社会包围了 都是来找女皇的 李修生让他赶紧从那边的窗子逃跑 他打了个哈欠 先别慌 自己去看看什么情况 他走到窗前 只见其中的一辆车里 坐的是白语成 而在白莲回到家之后 看到自己妈妈难看的脸色 他还想解释往回家的原因 但是被打断 白莲妈让他别废话了 赶紧去做饭 随后他做了一桌子的菜 但是白莲妈吃了一口之后 直接把筷子派在桌子上 太难吃了 是准备毒死自己吗 真是个废物 什么都做不好 自己怎么生了他这么个东西 白莲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承受着 手里紧握着筷子 白莲妈见他要哭的样子 顿时气不过 就会哭 被人打了 就不会打回去吗 白症那么强的人物 怎么会有他这种废物儿子 要不是他这么没用 自己就是白太太了 倒还不如 要是没有生下他 自己也不会被赶走 白莲妈随即站起身来 把饭菜全先翻在地 她回到房间后 里面隐隐传出哭泣声 白症你好绝情啊 那么多年的感情 一千万就打发了 可恶啊 白莲不符合继承人标准 那什么白与成就符合了吗 白莲默默地收拾着地上的碎渣 她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需要自己 她已经不想活了 就在她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突然想起白天的女皇 不是麻烦哦 以后也请多指教 在世界上 还是有人希望自己存在的吧 随后她就把碗碎片 丢进了垃圾桶 到了第二天早上 白莲出门的时候 她喊了几声妈妈 但是房间里一片安静 没有任何回应 她走出小区的时候 正好碰到女皇 好巧 刚好碰到甜甜姐 就在她想上去打招呼的时候 看到女皇边上的男人 她居然认识 是爸爸的继承人白与成 见到女皇上了豪车 邻居看到 都发出羡慕的议论 李家女儿出息了呀 居然傍上了白家二少 而女皇这边 白与成正带着她逛商场 她换了一身 又一身的新衣服 还问白与成怎么样 她表面上轻描淡写地 讲着凑合 心里则在暗暗表示 女皇真好看 还很可爱 这时 她又换上了一件 很暴露的衣服 白与成看到后 直接跳了起来 绝对不行 太丑了 快换掉 女皇则觉得很不错 凸显自己的身材 换完一圈衣服 她累得狂流汗 开始怀念未来的全息 一件换衣了 白与成也到前台的结账了 她举起那件暴露的衣服 服务员以为是要买这件 跟她上马上包装 谁知白与成说不要 服务员惊呆了 这是什么操作 接着就听她说 其他全部装起来 刷这个 她手里拿着一张黑卡 服务员也是第一次见黑卡 有点难以置信 哇 全要 要花很多钱哎 不愧是白少 出手阔绰 女皇顿时觉得 这一幕非常的眼熟 以前她给男宠们买衣服 也是全买 这和自己以前 与美男约会 简直是一模一样 白与成给她买的是项链 而她以前给男宠们 买的是项圈 是光芒 白与成买的是一堆跑车 她买的则是新出的飞行器 晚上的时候 他们正在吃烛光晚餐 女皇一阵无语 真的和自己的约会 流程一模一样 自己的手段 居然这么古老吗 是不是需要改进一下了 白与成见她心不在焉 以为是菜不合心意 打算换一桌 女皇表示不用 刚才是在想事情 就在她用刀叉的时候 露出了手腕上的绷带 白与成抓住她的手 问是怎么回事 女皇只说没事 小伤而已 其实是昨天就白脸的时候 虽然凭借技巧摆平了 但是身体素质不行 还是拉伤了 这怎么能算是小事 自己的女人受伤了 就是最大的事 女皇笑了一下 上前亲了下白与成的手 顿时觉得 她应该害羞地脸通红 但是事实出乎女皇的意料 白与成拉过她的手 放在自己的脸庞 那就这样说定了 女皇觉得 今天的白与成不太一样 有一种别样的魅力 因为手受伤了 白与成打算喂她吃 女皇则要轻轻才吃饭 她只好上前亲了一下额头 边上拉小提琴的电灯泡 泪流满面 吃个饭需要这么腻碗吗 就这样吃完了晚饭 女皇很满意 古代的饮食真的很不错 白与成表示 还有一道大餐呢 随着她的一个响指 边上的服务员 抬上来一个盒子 打开只见 里面是一枚钻戒 而在郭阳这边 正在家里无聊的和人撩骚 看到钱蕊说 她被李田田欺负 顿时坐不住了 开始给自己舅舅打电话 她说 自己要回去上班 电话那头让她别急 程少刚发话开除她 郭阳一脸不屑 白与成不过一个二少 白氏总部还不需要 听她一个心语总裁的话吧 经理表示话 不能这么说 大少和二少现在不愤伯仲 还是要谨慎一点 郭阳退而求其次 不回去上班也行 那个李田田 一定要她好看 只听经理说 等二少甩了那个女人 她还不是小菜一碟 郭阳忍不住抱粗口 什么情况 她还没被甩呀 而她没注意到的是 她的电脑右下角 弹出的新闻 震惊 白氏二少白与成 今日晚 与不知名女子李田田订婚 第二天 白与成也带着女皇 来到了白家 她看着环境是真不错 虽然比自己的皇宫 还是差得远 她转头却看到白与成 一脸心神不宁 怎么回事 白与成说 要带自己回家见父亲后 就一直怪怪的 手一直在颤抖 还不停地出汗 怎么了 是生病了吗 不舒服的话 要告诉她 白与成只说自己没事 是啊 这么担心完全没必要 父亲一定会喜欢甜甜的 毕竟甜甜这么 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 聪明可爱漂亮 到了白家 门口一群女仆欢迎他们 进去之后 管家让白与成上去 老爷正在书房等她 他领着女皇打算上楼 但是被拦住 不行哦 只有少爷可以去 自己的未婚妻也不行吗 管家一脸微笑 老爷只说了 要见少爷 还请不要让他为难 白与成顿时有点生气 还好女皇善解人意 去吧 自己会在这等她的 白与成只好点头 表示自己很快回来 毕竟是订婚这种大事 他们父子之间 总是有些梯极话 不适合自己听 自己可真体贴啊 这时女皇的背后传来声音 与成可不太懂规矩啊 怎么什么货色都往老宅带 而在白与成这边 管家带着她来到了书房 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白与成告诉她 自己听说她订婚了 李甜甜 家是普通 学历普通 一个平凡到毫无价值的女人 许这种对她没有任何帮助的女人 她总不会是 因为什么爱情之类的可笑原因吧 白与成表示 她让自己很失望 看来是要重新考虑她的继承人资格了 白与成脸貌冷汗 为了母亲和妹妹 自己绝对不能失去继承人资格 随即她冷笑几声 怎么会是毫无帮助呢 这不是已经初见成效了吗 灵异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地 向父亲报告了吗 听说 哥哥已经成功掳获墨家小姐的芳心 还得到了墨家的权利支持 而自己却因为爱情 沉迷于一个毫无用处的那人 想必哥哥 已经觉得胜券在握了吧 人呢 一旦有了这种想法 就会大意犯错呢 更何况 只是一个家世普通的女人 目的达成以后 随意打发就行了 白与听后 满意地拍了拍手 很好 这才是自己的儿子 既然如此 自己也就不插手 他们兄弟之间的竞争了 记住 只有最优秀的胜出者 才能继承白氏 而女皇这边 则还在对质 这个人是谁啊 自我介绍都没有 还好自己来之前 已经做了详细的功课 虽然豪门信息大多隐藏 但也难不倒自己 白与成的父亲白征 白首起家 成立白氏 妻子早亡 留下一女白领 白征自妻子死后 未在娶妻 但是曾在其身边的女人 不计其数 其中有两个女人 为她生下儿子 得以长久地留在她身边 一位是白与成的母亲 古青 另一位则是白丽祥的母亲 林美丽 这么细想 白与成的父亲 可真不简单啊 一个男子能在古代开后宫 真想见识一下 这位其男子呢 林美丽见女皇不说话 以为是故意为难自己 她开启嘲讽模式 长得是还凑合 但这教养可真不行啊 见到长辈 也不问候一声 女皇笑了一下 就这样的问候 可还不配跟自己谈教养 更何况 长辈 她还算不上呢 勉强倒是算个老人家 林美丽顿时发飙 她一巴掌打向女皇 但是被接住了 老人家脾气不要这么大 会长皱纹哦 已经不少了吗 真以为勾引了白与成那个废物 就能进白家大门了吗 白家还不是她做主 就在这时白与成正好从楼上下来 听这话 她还以为白家是林医做主了呢 可惜不是 永远也不会是 她随即搂过女皇 李田田自己取定了 不多时 她们也离开了白家 白与成对女皇解释 自己有事时才去老宅 平日都是和母亲还有妹妹 住在这里 女皇松了一口气 看着她一天紧绷的情绪 终于缓解了下来 随即她们上前敲门 不多时 古青来开门 告诉她们回来得正好 饭菜刚做完 这时 白与成的妹妹白目喧帽了出来 问她 说好带嫂子给自己看的呢 看到女皇之后 凑上去 夸她真好看 还说她的身材好 自己哥哥有福了 把白与成说得脸红了 让她不要乱说话 没有一点女孩的样子 白目喧吐了吐舌头 自己说实话 也不行吗 随后她挤到两人中间 凑到女皇边上 嫂子 今天有一道菜 是自己专门做的 一定要多吃点 随后众人吃完一场 温馨的晚餐 窗外也是繁星密补 古青见天色已晚 让女皇留下来过夜 女皇刚想拒绝 白目喧凑上来表示 有好东西给她看 是关于哥哥的 女皇立马没有了立场 决定留下来 白目喧黑黑一笑 保证独家 白与成正式突然出现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 她被突然出现的 白与成吓一跳 才没累 就是女孩子的悄悄话 不准听 白目喧把她推走 今天是自己和妈妈做饭 管她去洗 快去 随即带着女皇进屋 拿出一个相册 就是这个 记录了哥哥从小到大的相册 是妈妈独家珍藏 自己悄悄借来一看 女皇随即翻阅起来 里面记录着白与成小时候 各个年纪的照片 她看到五岁到六岁的照片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怎么变化好大哦 整个人很紧绷的感觉 白目喧也不知道 那时候她还没出生 可能这就是 所谓的男大十八变吧 最后她过来告诉女皇 客房实在收拾不出来 让她和白与成一起睡 女皇欣然接受了 等她进屋之后 白目喧塞给白与成一个东西 然后嬉戏一笑 就把她也推了进去 白与成不知道 塞给她的是什么东西 她拿出来一看 只见是一个套套 房间外 白目喧一脸得意 女皇见白与成 站在门口不动 问她怎么了 她连忙帮手背到背后 没什么 感叹白目喧这丫头 越来越大胆了 女皇看着满脸通红的白与成 问到她之前 和自己应该是第一次吧 白与成羞涩地说不出话 什么好色冷酷绝情的 霸道总裁的传闻 应该都是假的吧 是她故意造成的假象 没猜错的话 是因为她的父亲 白与成有点吃惊 女皇表示 她今天在老宅的状态 不对劲得很明显 自己怎么可能毫无察觉 毕竟自己 可是一直在注视着她呀 所以能告诉自己 究竟是什么原因吗 随后 白与成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的父亲 其实不止她和大哥两个儿子 五岁之前 她一直和母亲 还有保姆生活在这里 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 直到五岁 父亲将我和母亲接回了老宅 她的父亲不止我一个儿子 自然也不止母亲一个妻子 被接回的男孩中 完全没有继承父亲外貌的 很快被打发了 剩下的十几个男孩中 身体不健康 智商测试不足一百八十 也都送走了 最终继承人后补 只剩下了她 大哥和另一个小男孩 其中 她和另一个小男孩 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白发蓝毛 是最受父亲疼爱的孩子 接受最好的继承人培养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那个 三天以后就是父亲的生日了 我们送什么礼物呢 我们亲手 做个贺卡吧 我以前送给母亲 母亲都很开心的 那我们一起 做一个大大的 超级好看的贺卡给父亲 白丽祥看了他两眼 骂了句白痴 转身就走了 白语成气得不行 干嘛骂人 难道自己的提议很烂吗 另一个小男孩告诉他 很棒的 他们两个一起做吧 之后白与成和白莲一起合力 做了一个贺卡 到了生日当天 白莲叫住了白痴 父亲 生日快乐 说着就地上看贺卡 白痴打开看了一下贺卡 问白莲 这是他亲手做的吗 他刚准备回答 就见白痴就当他面 把贺卡撕个粉碎 浪费时间 做这种女人才喜欢的无用东西 不配做自己的继承人 随后白痴喊人 把他还有生他的女人一起送走 白莲妈哭着跑了过来 求白痴让白莲留下来 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白痴很绝情 这孩子只有外貌像自己 性子完全不行 不堪重用 白莲妈见不行 想自己留下来 自己是真的爱他的 白痴还是毫无反应 不需要生不出合格继承人的女人 送走 目睹了那一幕 白语成才懂 想要留下来 就只能做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一个像自己父亲一样的人 看来不是很成功 被轻易看透了 就是这样 甜甜 女皇一脸恼火 天凉了 是时候让白痴破产了 这个白痴不要也罢 自己承包整个星球给他 白语成被他的这个想法惊到了 不过 自己想要继承白痴 不是因为钱 而是 母亲真的很爱父亲 成为父亲的妻子 是他的愿望 父亲说过 只有最终继承人的母亲 才能做他的妻子 女皇只觉得 古代的女性 真是卑微的令人痛惜啊 白语成告诉他 父亲给自己和大哥 一人一个同水瓶的公司竞争 谁赢谁 就是最终继承人 所以 不用太担心 女皇又语出惊人 既然如此 那就把白痴想暗杀了 就没人竞争了 白语成听后 直接愣住 尴尬一笑 甜甜真幽默呀 女皇刚想说自己不是开玩笑 就被他打扮 犯罪的事情 不能拿来开玩笑 女皇看着白语成 明明是出生在这种复杂的家庭 有个那样的父亲 却还是纯真的可爱 罢了 反正不是什么男士 那就从正面击破敌人吧 好久没有战斗了 自己已经热血沸腾了 白语成又制止女皇 打架也是不行的 天天可真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女人啊 而在李修生这边 正在给女皇打电话 第一 该用户已关机 或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播 这是又要 夜不归宿了吗 不是只是见家长吗 都这么晚了 为什么还不回来 难道是 表面上霸道总裁爱上纯真少女 为爱订婚 顺其自然见家长 实际上是拐卖少女的新套路 越想越可疑 就说怎么会有总裁像黑社会一样 自己可怜的姐姐应该是被欺骗 陷入了危机 不然怎么可能夜不归宿 还不打电话跟自己说一声 然而此刻女皇这边正见色望地 不行 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姐姐说不定现在正在危机关头 需要自己去救她 姐姐 等着 马上就来 她开门就冲了出去 正巧撞到门口的白莲 直接把她撞倒在地 李修生一边扶着自己的额头 一边问她有没有事 随后就把白莲扶进屋里 帮她擦伤的地方消毒 李修生很自责 都怪自己没看路 很疼吧 白莲赶忙表示不疼 是自己反应太慢 不怪她 李修生见她都疼得咬嘴唇了 还不肯出声 一定怕自己更内疚 白莲只好转移话题 这么晚了 刚才慌慌张张地跑出门 是有急事吗 她突然反应过来 对了 姐姐还在等自己去救她 什么 甜甜姐有危险 到底发生了什么 经过李修生的解释 白莲也明白了她的担心 就是说 甜甜姐和白语成订婚了 今天见家长 现在还没回来吗 是啊 那个白啥啥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绑架犯 白莲告诉她 那就不用担心了 白语成不是坏人 自己认识她 如果是她的话 应该没事的 不知过了多久 门外响起敲门声 李修生打开门 只见女皇和白语成 站在门口 她紧盯着姐姐边上的男人 就是这个人 带坏了自己的姐姐 白语成有点莫名其妙 发生了什么 好像被讨厌了 李修生责怪女皇 为什么又不接自己的电话 还也不归宿 她只说自己手机没电了 不然怎么会不接 可爱的修生电话 古代的通讯工具 动不动就要充电 真麻烦 弟弟冷哼一声 都是借口 不是答应了 自己要早点回来 不让自己担心吗 一定都是她的错 又开始盯着白语成 还好女皇及时岔开话题 今天是李修生的生日 他们是专门来给她庆祝生日的 说完她勾了勾白语成的手 接着 俩人眼神交流了一下 然后白语成突然站起身来 打了个响指 说个话 有必要勾勾搭搭吗 赶紧松开手啊 这个人突然打响指干什么 就在这时 外面冲进来一堆黑衣人 李修生被吓了一跳 哪有大白天冲进自己家一群人的 她大喊 都给我滚蛋 但是一群人围着李修生 她越说声音越小 这是懒得隐藏黑社会的本质了吗 姐姐救我 不 姐姐快跑啊 黑衣人又从背后掏着什么 这是在掏枪了 别了短暂的生命 姐姐保重 此时上空礼炮爆响 所有人都开始唱生日快乐歌 祝福李修生 女皇告诉她 这是宇成为了她的生日 特别准备的惊喜 感动吗 她一点都不感动 李修生觉得 这个人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故意让自己出洋相 接着她打开了礼盒 发现是自己想要很久的游戏机 女皇见她开心 也说是宇成特意为她挑的 李修生咬牙切齿 不喜欢 自己才不会被区区游戏机收买的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礼物 李修生也被渐渐收买了 其实白宇成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人 但是她一抬头又看到 女皇正在为白宇成吃蛋糕 她又气到了 坏人 放开姐姐 女皇也看到了她 弟弟不是很喜欢吃甜点吗 来尝尝这个蛋糕 是世界第一的蛋糕师傅做的 宇成巨资定制 从X国开直升机送过来的 李修生一脸傲娇 自己什么蛋糕没吃过 能有多好吃 不要以为这样就能收买自己 就在想着的时候 女皇直接喂了她一口蛋糕 李修生顿时眼里放光 太好吃了 无法形容 她吃遍来此事 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啊 对不起了 她已经被蛋糕收买了 之后 女皇就准备去上班了 这就是星鱼啊 既然已经做好决定 那就立刻开始工作吧 女皇问白宇成 不是说给自己安排好职位了吗 是什么 她支支吾吾 是特别重要的职位 女皇满脸斗志 来大胆一场吧 而在她之前的公司里面 萧依依正在被领导刁难 最近公司来了不少新人 再这样下去 可能会被辞退啊 萧依依接过文件 表示自己会努力的 领导开始暗示她 自己一个人努力很难吧 不如 晚上她来补补课呀 萧依依假装没听懂拒绝了 自己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 先告辞了 回到公卫上只感叹 好烦了 今天又要加班了 这时远处原来一阵吵闹声 她转头一看是郭阳回来了 边上的员工正围着她吹牛 为了拍郭阳马屁都开始诋毁李甜甜 灰溜溜地走了 可惜没能拿下她 郭阳表示没啥可惜的 今晚带他们去开开眼 萧依依看着他们讨论只觉得恶心 甜甜离开这里也好 就是不知道在新公司怎么样了 而女皇这边也走进了新公司 员工看到她的气势 只觉得是总部派来视察的 白宇成看着女皇的背影 直接瞪大了双眼 这样下去可不行 自己的霸总形象不能毁 她上前搂住女皇的腰 这么迫不及待要为她工作了吗 眼神还在疯狂暗示 自己才是总裁 她要走自己后面 但是女皇看没看懂白宇成的暗示 是很迫不及待 随后她直接拖着白宇成走了 其他人听见这露骨的情话 都直呼真刺激 女皇走进办公室 看到总裁秘书排排 问白宇成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白宇成一脸心虚 是特别重要的工作 就先把这些电视剧都看了吧 女皇也有点猛逼 这是什么工作 白宇成理所当然的解释 这些都是公司艺人的作品 想要做好经纪公司 就要对自己旗下的产品 有深入的了解 真的是特别重要的工作 甜甜思维太跳脱了 还是给个闲职 放在自己眼皮下 才能安心 女皇工作的时候 觉得古代人的工作 真是新奇啊 她时不时还看看白宇成 真好看啊 不能再看了 得好好工作了 哎 粗略浏览了一下公司的产品 红质化很严重啊 都是一些你爱我 我爱她 她不爱我之类的 这样的产品真的 能有竞争力吗 结束了一上午的工作 女皇上了趟洗手间 出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了同事的闲言碎语 那个李甜甜什么来头 空降也没有这么空降的吧 呵呵 就是靠肉体呗 听说了吗 她在办公室什么都不做 就看电视剧 哇 我惊了 也不知道总裁看上她哪里了 不怎么样啊 女皇站了出来 背后议论他人 才是不怎么样啊 这么好奇的话 可以直接来问自己 自己会告诉他们的 说坏话的两人 被当场抓包 也是有点慌 女皇告诉他们 自己和宇成 还是一见钟情呢 这么想来 宇成应该是看上了 自己的美貌吧 毕竟她这么漂亮 这种是很常见 你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体验 理解不了 也是很正常的 两人有点愣住 怎么会有人这么 臭不要脸啊 这件事 很快传到白宇成耳堆 居然有人 在自己的公司 欺负自己的女人 要把他们全都开除才行 女皇阻止了她 没必要 他们说的没错 自己确实是空降呀 白宇成有点无话可说 只听女皇诱导 但是一个人做什么位置 可不是靠资历 而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所以 除了看电视剧以外的工作 是不是给自己安排一下呀 白宇成的小心思 被看得透透的 女皇叹了口气 没想到宇成也不相信自己的实力呢 实质性的工作 都不肯交给自己 太伤心了 她匆忙解释没有 女皇表示 必须要轻轻才能好起来 这次亲额头可不行 白宇成无奈 真拿她没办法 随后凑上去 蜻蜓点水了一下 女皇只觉得 她真是害羞的可爱 按过她的头一顿狂吻 之后 白宇成衣衫不整地 带着一堆文件 信于所有艺人和员工的资料 就在这里了 她想让女皇加入 夏周梁的团队工作 她可以说是 心于最重要的资产 女皇摇了摇头 合上了被急的资料 抽出了最下面一本F资料 她已经很成功了 要证明实力 当然是 要从差的入手 不一会 白宇成就全部搞定了 她组建了一支团队 随后带着女皇 进入电梯去开会 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应该能帮助女皇 成功推红 那个十八线小透明 跟着他们 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但就算这样 白宇成还是止不住地叹气 女皇想对她说 其实自己一个人 就能搞定的 但看着白宇成 担忧自己的模样 女皇还是止不住地开心 她一开心 就凑上前去 准备奖励一下白宇成了 就在他们要 更进一步的时候 边上传来第三个人的声音 那个 你们看不到我吗 实在抱歉 打扰你们 不过 公共场合关爱单身狗 适当撒狗粮啊 白宇成被突然出现的人 吓了一跳 这是人是鬼啊 男人只好解释 事实上 自己一直都在 在他们进电梯之前 自己就在了 女皇摸着下巴思考 居然一直都在 完全没有察觉到啊 男人介绍自己 就是那个十八线小透明 苏三凡 体质有点特殊 存在感不是很强 白宇成有点震惊 居然还有这种奇怪的体质 这真的能捧红吗 苏三凡看着白宇成 突然变了脸色 也有点颤颤兢兢 自己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而在小会一失的众人 怨言也很多 总裁怎么突然要捧那个什么烦 听都没听过 谁不是呢 我本来 再给一姐当助理 突然变成什么十八线 好摔哦 俺也一样 哎 还不是总裁那个女友突发奇想 这根本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陪她女朋友玩 没办法 总裁一直是说一不二 我们只能听从 总裁女友 李田田 我之前才得罪了她 现在不会是要是什么坏吧 这时女皇打开了会议室的门 走了进来 对着会议的众人 先做了个自我介绍 然后让他们都坐下吧 但是看到他们毫无反应 怎么 不想坐吗 那就站着开会吧 反正也没有影响 众人也直呼卧槽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关于这个项目 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踊跃地提出 最时有个女人站了出来 她的想法就是 这个项目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白宇成这边 在工作的时候 也完全心不在焉 田田说什么 做事要有观众才有动力 非要之前欺负她的两个人 也加入团队 还不让自己陪同 真的没问题吗 完全无法安心工作呀 女皇那边 众人还在发难 公司没有必要浪费精力 去捧这种十八线透明 那个苏三凡 出道就是大热剧爱我的男舞 然而里面的龙套都火了 她都没有什么水化 后来公司也给了不少资源 参演了不少热剧 虽然大多都是龙套角色 但都是毫无反响 威后上的粉丝 除了公司买了十万僵尸粉 她自己连十个火粉都没有 还不如一个画漫画的粉丝多 女皇听她们说了这么多 没发表意见 只是自顾自地看着资料 女人有点生气 到底有没有在听自己说话 女人啪的一声合上了电脑 总之 她不仅长相普通 无缘眼粉 还不善言辞 无法靠综艺出头 唯一演技尚可还因为 奇怪的透明体质 根本让人无法注意 听到这里 其他人也都开始议论 是啊 这种人根本不适合进娱乐圈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进公司的 这时冒出来一个声音 是走正常流程应聘进来的 男人被突然出现的苏三凡 吓一跳 什么时候进来的 苏三凡尴尬一笑 自己会议一开始就在这里了 果然又被忽视了呢 其他人没说话 但是心里都在想着 透明体质真讨厌啊 当什么艺人呢 更适合做探子才对 刚才说话的女人咳嗽了一下 以上 苏三凡的资质 有点普通 这个项目不可能成功 只会像之前一样浪费资源 所以 女皇没等他说完 啪的一声合上了资料 如果这个项目失败 那唯一的原因只能是 女人的无能 身为策划 一点眼光都没有 所谓的尽力 也只有给资源 哎 真是令人失望啊 女人也是冷笑一声 真是大言不惭啊 那想必执行总监 已经有完美的方案了吗 女皇正准备大展雄风 当然 首先需要宣传 但是刚开始说 就被人打断 不好意思 他太无能了 应该无法完成执行总监的要求 有人带了头 其他人也纷纷跳了出来 集体罢工 众人幸灾乐祸的 想看女皇怎么收场 苏三凡想当何事老 但是显然没人理他 女皇拍了拍手 没想到 大家虽然无能 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嘛 那他就自己辛苦点吧 古代可真是落后啊 什么都要自己来 不过 一个简单的 AR助手 也不算什么麻烦事 轻松搞定 接下来就只剩 来给AR助手设计个形象 虽然条件限制 只能是虚拟助手 但也必须是美男 可是实际情况却是 画出来的美男 和女皇想象中 完全不一样 他的手完全不听使文 他又开始想念 未来自己的皇宫 美男AR 还有脑电波导入技术了 女皇不服输 不就是画画吗 对他来说 应该守到情爱 但是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女皇终于放弃了 他强行安慰自己 外貌什么都不重要 AR好用就行 这样的极简风格 也是很不错的 一个球形的 AI就这样诞生了 女皇让他收集 各大论坛和门户的数据资料 几个瞬间之后 数据全部收集好了 并且还整理了一下 女皇握了下拳 很好 接下来就是 好戏的上演了 此时网络上出现一个帖子 喊点那些电视荧幕中 无处不在的龙套王 你不认识 也不一定眼熟 网友也都发现 热搜榜上两个 差不多一样的帖子 键盘侠开始骂人了 抄袭狗滚 原贴那么火也要抄 但也有理智的网友 一哥 不要火气那么大 楼主还没发呢 所不定有自己的干活 没多久 楼主发文了 前几天回顾了龙套王的贴 因为是N年前的老贴了 楼主想着把近几年 新剧中的龙套王 整理补充一下 结果发现 一个神奇的龙套王 明明出演了二十多部剧 但是楼主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网友看到这也有点惊讶 出演二十多部剧 都没有印象 真的假的呀 只见楼主继续讲述 苏三凡 就是这个神秘的男人 一开始是查了演员表 才发现他 原来演过那么多剧和角色 但是去截剧照的时候 找的眼睛都要瞎了 不信来战 苏三凡在这一分钟的 视频中出现了几次 十分钟内能答对 楼主就喊爸爸 某个网友斗志满满 苏三凡 长得是有点普通 但是说完全没印象 也太假了 不需要十分钟 三分钟搞定 等着喊爸爸吧 但是十分钟后 他脸都贴到屏幕上了 还是没有找到苏三凡 到底在哪 紧接着各大娱乐媒体 都开始纷纷转发这个视频 不多时 微后上前三条热搜 都是关于苏三凡的 就这样 他的粉丝开始疯狂上涨 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 苏三凡看着自己的手机 短短不到一周 就涨了几十万粉丝 还不停上热搜 真是难以置信 女皇告诉他 没什么难以置信的 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 透明体制 不适合娱乐圈是错误的 与众不同就是 最适合娱乐圈的体制 之前狠跳的众人 看到这个结果 现在都沉默了 女皇也给他们下达任务 后续的方案 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自己可不需要一职无能的员工 女皇散会之前 把苏三凡叫上了 自己还有事 要交代他 等女皇走后 有人拍桌子了 有什么好嚣张的 不就是找水军炒话题 刷热度吗 旁人也看不下去 就是 不知道请水军花的钱 能不能回本 总裁女友就是好啊 根本不差钱 但是一开始 最看不惯女皇的策划 这次有了不同的反应 李总监真是好手段 完全没有想到 还能这样操作 自己开始有点喜欢她了呢 苏三凡一路上 都在感谢女皇 才知道她的透明体制 不是废物 本来因为这个特殊体制 她一直很受伤的 不过没想到 原来还有另类的精力体制 女皇打断了她 另类的精力体制什么的 是不存在的 特殊体制这种 又不是随便就能有 不过 只要有新制造的话 就能随便有了 苏三凡演了那么多剧 总会有火的呀 暗处有一个人 正拿着手机 李田田这个女人不简单 必须要向上报告这件事 另一边策划 正在向总裁汇报工作 目前苏三凡的数据趋于稳定 经过脱水 仍然十分可观 李总监的策划方案 真的令人受益匪浅 白宇成也有点吃惊 好厉害 这居然都是田田的手笔 另外 这次合作的水军质量很高 基本看不出漏洞 是总裁推荐给李总监的吗 如果可以 我思可以和他们全面合作 价钱不是特别离谱的话 白宇成一脸猛逼 什么水军 自己怎么完全不知道 表面上只能应付一下 表示会考虑的 田田明明只是个 家事经历都普通的女孩 怎么会有这样的手段 还能找到如此高级的 水军团队合作 先不说渠道 光是费用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 说起来 田田经常会做出一些 出人意料的行为 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想到这白宇成 就准备去找女皇 找到她的时候 自己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只告诉她 没什么事 一起下班吧 女皇觉得白宇成有点奇怪 但也没追根问底 只表示 她可是自己的男人 有什么苦恼 尽管直说 都能为她解决 不过要付出一些代价 比如 肉肠还是肉肠什么的 白宇成赶忙捂住女皇的嘴 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随后他们坐车准备回家了 马上到家的时候 女皇想要下车 白宇成却说 没多远了 还是送到家好了 女皇凑上前去 原来她是这样的人了 送到家就能顺势留下来 她很会啊 既然如此的话 自己可以的 白宇成被挑逗的满脸通红 连忙否认 接着就把女皇放下去 她下车之后 还在哈哈大笑 太可爱了 忍不住想要欺负啊 这时女皇 背后有人喊她 李田田是吗 终于等到了 女皇转身看到三人 都一脸陌生 完全不认识 黄毛一脸嚣张 长得柔柔弱弱 胆子倒是不小 既然得罪了 不能得罪的人 就要付出代价 放心 会下手轻一点的 不会很疼 女皇面无表情地 告诉黄毛 自己下手可是很疼的 男人看她死到 临头还嘴硬 直接一巴掌 打了上去 这时 天上一个球掉了下来 正中男人脑袋 边上两个小弟 看到突然冒出来的东西 吓一跳 两人还没等 关心自己老大 白球上前 给他们一人一下 打完她还会说话 自称球球 是主人的 A2助手 女皇表示 他们太弱了 都不需要自己出手 他们的埋伏 早就被球球发现了 赶紧说 是谁派他们来的 三人虽然被拿下了 但还是很有职业操守 没有出卖雇主 女皇有点无奈 不过还好 就是稍微麻烦一下球球 接着上前 从男人口袋拿出手机 黄毛看到 也是冷笑一声 手机本身有密码 收到信息之后 自己看过都删除了 肯定找不到的 但是接过手机的球球 没多久就破解出来了 黄毛也猛了 这都能找到 这个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而在白宇成大哥这边 林美丽表示 星渝最近势头很猛 她接到内线的消息 这居然都是李甜甜的手笔 白理想有点不明所以 她不认识李甜甜 林美丽解释 就是白宇成的未婚妻 她生气地把酒杯砸在桌上 那种货色的女人 除了尖牙利齿 有这么厉害吗 白理想猜测 可能是白宇成在后面支持 但是她仔细一想 这样的手段 又不像是白宇成的风格 林美丽笑了笑 无所谓了 反正李甜甜已经完蛋了 没等白理想开口 那头的电话响了 她满脸笑意地接通了电话 但是画面上出来的 却是她想不到的一张脸 林美丽有点慌神 这个号码 明明是黄毛的 女皇看了一眼 身后绑在树上的三人 自己只是暂时借用慧 一慧就还给他们 林美丽一脸气愤 这几个废物 连一个女人都收拾不了 女皇表示有几句话 想对她说 要对付自己 还是换点高明的手段吧 不然很无趣啊 希望下次她能有长进 当然除了皱纹 已经很多了 说着就笑了起来 没给女人发飙的机会 女皇直接挂断了电话 林美丽气愤地 把手机都给摔了 可恶 本来还想饶她一命 现在她死定了 白丽翔正是劝自己母亲停手 这样已经越界了 女人表示 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如果失败 自己所有的付出 和她的未来 就都完了 白丽翔摇了摇头 母亲想要的 自己会拿到手 用她自己的方法 林美丽冷哼一声 那就拭目以待 到了第二天 白与诚准备去接女皇上班 她满脸冷汗地 打了声招呼 白与诚见她脸色难看 问她有没有事 女皇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晕倒在白与诚的怀里 把她送到医生那里后 连忙问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突然晕倒 江川流支支吾吾没说话 白与诚很急 让她别卖关子 赶快说 医生告诉她 目前根据检测结果来看 没什么大碍 还有一个就是 要恭喜她的事情 听到这白与诚愣住了 恭喜自己的事情 难道是 自己要当爸爸了 江川流给白与诚泼了盆冷水 恭喜她没有闹出人命了 李甜甜之所以昏过去 只是因为痛经了 所以她不用担心负责 白与诚气急败坏 一把抓住医生领子 江川流连忙求饶 开个玩笑 活跃一下气氛 白与诚还是很生气 一点也不好笑 害自己白期待了 医生拍开了她的手 看来 这次是认真的呀 以前可从来没有 为别的女人凶过自己 这次既然是认真的 那有些事情 就要好好考虑一下 白与诚有些不解 什么事 最好不要又是开玩笑 江川流打开了抽屉 其实前段时间 她发现了一些情况 石家然重度精神障碍 田淑文车祸重伤 还有孙思 张双雪等 也都近况不佳 这些都是 和白与诚传过绯闻的女人 难道都只是巧合吗 白与诚看到这些 也受到惊吓 怎么会这样 只听江川流继续说 只是简单的痛经的话 是不会疼到昏倒的 李田淀是因为 过量服用了一些药物 导致的内分泌紊乱 所以才这么严重 白与诚听到了 过量的药物 想起来 会不会是之前 被郭阳下药的原因 江川流拍了拍她的肩膀 具体情况 自己也不太清楚 但是她毕竟处境复杂 既然这次是认真的 那就做好万全的准备吧 医生走后 白与诚看着病床上的女皇 这样的田田看起来好脆弱 这是第二次看到 第一次还是在田田被下药后 感觉田田就是从那时发生了变化 自己还是更喜欢 田田自信肆意的样子 所以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田田 江川流说得对 自己确实应该未雨绸缪了 不知过了多久 女皇也醒了过来 白与诚赶忙凑上去 关心怎么样了 女皇现在感觉很好 让她不用担心 白与诚 却说她突然晕倒 自己怎么可能不担心 所以 田田 一起同居吧 自己可没有别的什么心思 只是不放心 所以要把她 放在自己眼皮底下 女皇笑了笑 可是她觉得自己 会有别的心思 既然都开口了 那就同居吧 回到家中 女皇与弟弟说 自己要与白与诚同居的事 得到了李修生的坚决反对 得到了李修生的坚决反对 她看着白与诚 这个人肯定不安好心 姐姐怎么忍心让自己一个人独守空房 女皇想了想 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有了 让白与诚过来住不就行了 李修生也同意了 刚好让她和自己住一起 自己紧盯着她 她就没法打外主意了 女皇和白与诚 有点尬住吗 这和他们想象中的同居 怎么不一样 到了晚上 白与诚正在洗手的时候 总觉得有人在看着自己 抬头只看到李修生正在门后暗中观察 到了要睡觉的时候 李修生爬上床 看到白与诚还在办公 没有要睡觉的意思 只觉得她肯定是装模作样 想趁自己睡着以后 降降酿酿 今晚就算不睡 也不能给她机会的 然而刚说完三秒之后 李修生就开始呼呼大睡了 到了半夜 白与诚终于忙完了工作 她准备去洗漱一下 路过女皇房间的时候 发现房门没关 进去一看 她就趴在桌子上睡觉 白与诚一脸担忧 真是让人无法放心 随即她就把女皇抱到床上去 看着她熟睡 嗅涩可参 忍不住亲了上去 今晚才开始后悔 自己的禽兽行为 就在她想溜走的时候 却被女皇给拉住 今晚就跑 不太好吧 要是觉得抱歉的话 就用身体来偿还 在另外一边 有个男人洗完澡 正在看着相框 里面的照片 竟然是白与诚 未婚妻 才不过两个月 怎么又不乖了呢 罢了 上一个也快要解决了 就当做是 新的小游戏吧 到了第二天早上 白与诚醒来 原来只是把自己当抱着 说用身体偿还 还以为是什么呢 这时 房间门突然被打开 李修生气冲冲地跑进来 白与诚果然在自己姐姐房间 就知道她不安好心 随后就是一阵鸡飞蛋打 进电梯的时候 白与诚还在想早上的事 田田 修生很生气的样子 还是跟她解释一下 我们昨晚 女皇凑到她面前 解释啊 解释她只是偷亲自己 没做别的吗 正当白与诚尴尬的时候 边上的电梯门开了 白与诚看到电梯里还有人 里面的白莲 看到田田姐打了声招呼 女皇也礼貌地回复了一下 白与诚却在想刚刚的事 这个人是不是看到自己的囧态 不行 要挽救一下自己的霸总形象 随即她搂过女皇 她是自己的女人 不许和别的男人说话 随后 白与诚瞪了一眼白莲 就与女皇进电梯了 白与诚好像完全没有认出自己 而且 那样无理的话语 冷漠的眼神 和自己记忆中 那个害羞善解人意的白与诚 竟然没有半分相似之处 反而更像是 那个可怕的男人 而到公司开始工作的女皇 正在边走边看方案 这时从拐角走出一个男人 直接撞到了女皇 还好她及时上前抱住了女皇 还热切地关心有没有事 实在抱歉 都怪自己走得太急 不小心撞到她 女皇看透一切 不小心吗 难道不是故意的 男人有些尴尬 会不会是有点误解 女皇直接打断了她 难道不是在那个拐角 专门等着自己的吗 下周梁大明星 男人暗道可恶 竟然被看破了 就在她想着该怎么圆的时候 女皇笑了起来 这样的勾搭方式很老套 不过 看在她是美男的份上 这点小心机也挺可爱的 随即捏了下她的脸 手感真不错呀 那么 自己还有紧急工作要做 就先走了 期待下一次不一样的相遇 不过美男头怀这种事怎么想动 都怪本皇太有魅力了 嘿 不减当年啊 下周梁摸了摸脸 自己这是被调戏了吗 李甜甜这个女人 真是非常讨厌 太碍眼了 一定要赶快除掉 而在白宇成这边 她正在全神贯注的工作中 妹妹突然从电脑后面冒出头来 她被吓一跳 什么时候来的 白沐轩有点心事问罪 自己已经来了快半个小时了 都没看见自己吗 白宇成只好找借口 刚刚因为电脑挡住了 没看见 妹妹嘟起嘴 自己是敲门进来的 哥哥就是单纯的工作狂 一工作就忘乎所以 白宇成赶紧转移话题 突然来找她 是有什么事 白沐轩这时跳了起来 夏周梁封闭拍摄 将近三个月终于出来了 要举办见面会安慰粉丝 但是门票一秒没 自己找的待拍都没抢到 让哥哥给他夏周梁的粉丝 见面会门票 接着就跪倒在地 白宇成看着妹妹 用不着行大礼 以前不都给她的吗 白沐轩解释 不是行大礼 是自己的腿妈了 站不住 都是她的错 白沐轩给了她一张工作证 门票没了 就用这个进去吧 白沐轩一脸失望 怎么又是工作证啊 果然还是应该提前说的 白宇成有点不解 工作证不好吗 可以进出后台 况且实在想见 夏周梁今天就在公司啊 妹妹摇了摇手指 她不懂 那样就没有追星的乐趣了 对了 再过几天就是甜甜姐的生日 哥哥做准备了吗 不会是工作到忘记了吧 白宇成自信地告诉她 怎么会 自己已经都准备好了 白沐轩一脸崇拜地看着 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 于沐哥哥居然都开窍了 快说来听听 她咳嗽了一下 没什么 就是准备 先去买点新衣服 然后饰品 车都买点 然后烛光晚餐 没讲完就被妹妹打断 停 这个计划完全不行 这份计划 根本只有买买买呀 纯洁的爱情 怎么能用金钱玷污呢 这样的安排毫无诚意 白宇成想了一下也有道理 那自己该怎么办 白沐轩一脸得意 这她就问对人了 就让自己来拯救她吧 首先嘛 就是 从初次见面 就没改变过的发型 一成不变的老土西装 让人看得窒息 难得的约会 通通换掉 到了生日当天 女皇正在化妆 白宇成走进来 问她准备的怎么样了 女皇转头没说话 就只盯着她 她被看得有点不自在 这样子穿 是不是很奇怪 女皇两眼放光 才不奇怪 太诱人了 她超喜欢 这难道就是 所谓的生日福利啊 过生日真棒 白宇成一脸不自在 喜欢就好 要是准备好了 就出发吧 她摸着衣服 总觉得凉嗖嗖的 就这么出门 真的没问题吗 还有这个 勒得好不舒服 女皇告诉她自己 是准备好了 不过出门前 她先把这身衣服换掉 她自己肯定不太习惯 这样的服饰 那就换回去 白宇成也有点异动 是不太习惯 但是天天不是很喜欢吗 女皇表示 造型怎么样都无所谓 自己喜欢的是她这个人 不过 在换掉之前 先让自己默默胸肌 出门之后 白宇成看向手里的电影票 生日约会看恐怖电影 怎么都觉得不太靠谱 但是她想起妹妹的话 这就不懂了吧 约会看恐怖电影 可是前人们总结的珍贵的经验 在她害怕的时候 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 感情迅速升温 完美 所以 约会第一部 就是带她去看恐怖电影 女皇到了电影院 也是一脸兴奋 第一次看古代的恐怖电影 有点期待 白宇成看她这么开心 觉得自己妹妹 还是很可靠的 那么下一步就是 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的时候 女皇看着恐怖片 直感慨 古代的特效真弱呀 完全不恐怖 不如自己 把全息技术弄出来 那样看恐怖电影 才有感觉 这时 女皇注意到 白宇成的异样 只见她被吓得瑟瑟发抖 女皇只觉得 她不敢看 还硬撑的样子 特别可爱 随即骑到她身上 亲了她一口 电影没什么好看的 不如来看自己吧 就这样 他们看完了一场电影 结束的时候 女皇还有点意犹未尽 这电影挺不错的 就是可惜有点短 她看着满脸通红的白宇成 是不是啊 她只好转移话题 时间不早了 还是赶紧去游乐园吧 女皇大笑起来 行 都听她的 就这样 他们又来到了游乐园 白宇成出手阔绰 这个游乐园 今天都被自己包场了 可以随意游玩 女皇看着游玩指南 发现了好多项目 她两眼放光 看上去都很有趣 该从哪个开始 白宇成看着期待的女皇 又一次夸赞妹妹 不愧自称是约会大师 就在她想的时候 口袋的手机震了 怎么这时候会有来变 是助理 希望没什么要紧的事情 只听电话那头传来 白总 大事不好了 惊躲躲自杀了 听见出这么大事 她只好告诉助理 自己马上赶到 女皇注意到 这边问 发生了什么事 白宇成告诉她没什么 就是突然有紧急合同需要处理 心里想着今天是甜甜的生日 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告诉她比较好 女皇转身就准备和白宇成一起回公司 但却被她拉住 白宇成表示自己回去就行了 今天是她的生日 愉快地玩 不要管工作上的事情 随即亲了一口她的额头 让她乖乖听话 女皇只好被迫同意 之后她玩了无聊的鬼屋 还有好无聊的云霄飞车 女皇觉得白宇成真是笨蛋 没有她陪着 自己怎么可能玩得愉快啊 只能靠在椅子上 缓缓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她背后叹出一个脑袋 是什么令您如此忧愁 美丽的公主 有什么我能帮助您的吗 女皇认出了她 正是夏周梁 她被识破也沾下了面具 甜甜小姐真的是慧眼如炬 一下子看出是自己 至于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如果说 自己是追随她而来的呢 夏周梁心里想着 要上钩了 就知道没有女人 能抵挡她的亲密接触 女皇一脸理所应当 本皇太有魅力了 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了 男人一副吃了屎的表情 怎么会有这么自恋的女人 还本皇 这就眼上了呀 女皇又想到了白宇成 只有笨蛋 才会突然 把自己一个人丢在游乐园 夏周梁听不下去了 内心骂到可恶 竟敢说宇成是笨蛋 既然如此 这个女人死定了 她表面上还是很绅士 甜甜小姐不介意的话 自己可以陪她玩遍游乐园 女皇邪妹一笑 游乐园有什么好玩的 不如玩点刺激的 成人的小游戏 说着就凑了上去 夏周梁被吓一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和自己的剧本 完全不一样 难道她不是 应该在自己的亲手礼下 害羞心动 然后在一起游玩中 深深爱上自己 怎么突然就十八镜了 夏周梁连忙捂住嘴 其实自己是在这次有拍摄工作休息的时候 看到她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不太开心的样子 有些担心 现在看她蛮积极向上的自己就放心了 还有工作没有完成 就先走了 夏周梁找了个借口 就开溜了 女皇陷入思考 明明很讨厌自己 却还要强忍着来聊自己 有趣 回到家的夏周梁 连忙跑进浴室 现在的女人这么可怕的吗 自己差点就脏了 不行 要再洗半个小时 不过幸好自己的牺牲没有白费 想要的东西已经拍到了 真期待明天的到来 到了第二天 白宇成正看着热搜 看到金朵朵自杀的消息 都已经压下去了 随即打电话给助理 问人还在不在昏迷 自杀的原因继续调查下去 金朵朵也曾和自己有过绯闻 她的自杀应该不只是简单的自杀 如果发现 绝对不能放过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一个新闻 巨星夏周梁和一神秘女子激吻 白宇成认出了这个背影 正是李甜甜 她把夏周梁叫到办公室 夏周梁连忙解释 她和甜甜是清白的 他们没有什么 昨天只不过是聊天罢了 心里则在暗暗得意 这种苍白的辩解 只会加深怀疑 而爱情这种脆弱的东西 一旦种下怀疑的种子 就离破碎不远了 白宇成点了点头 那张照片应该是假的吧 狗仔经常用这样的手段搬弄是非 操作角度看起来像在接吻 其实距离很远 自己懂的 所以她不必太紧张 夏周梁被她的逻辑惊呆了 要不是昨天自己躲得快 自己的清白就没有了 白宇成还想为女皇着想 这些可恶的狗仔 竟敢陷害甜甜的名誉 添凉了 是时候让他们破产了 夏周梁看着气愤的白宇成 自己的名誉才比较重要吧 他们两个真的都不按自己的剧本来呀 她难道不怀疑一下吗 只好继续添油加醋 虽然他们昨天愉快地聊了很久 而且甜甜是个很好的女孩 自己也很欣赏她 但是他们的关系仅此而已 得要再抢救一下才行 这下宇成总要有所怀疑了吧 白宇成听完很开心 说得没错 甜甜真的很好 不愧是夏周梁 比江川流油眼光多了 甜甜聪明可爱漂亮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 落落大方不作作 夏周梁连忙打断 话说回来 既然不怀疑他们的关系 那喊她过来是因为什么 谁要听夸那个可恶女员的话 白宇成问她 昨天和她同剧组的金朵朵自杀了 她在剧组里有什么异常吗 夏周梁赶紧很震惊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们虽然同剧组 但是接触不多 所以不是很清楚 白宇成有点不幸 紧盯着她 她有点心虚 宇成为什么会问自己这种问题 不会发现了什么吧 不会的 宇成那么迟钝 随即她放下茶杯 她还有工作 没有别的事情就先走了 出了门的夏周梁 露出原来的面目 可恶 宇成太单纯了 完全听不出自己的话外之音 这一招行不通 不过没关系 自己还有后招呢 李田田受死吧 女皇这边正无聊地躺在床上 宇成最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周末加班 还不准自己陪 等她回来 自己一定要好好惩罚她 这时 李修生拿着她的快递走了进来 女皇接过快递说了声谢谢 之后就撕开了快递 只见里面是一封信 上面写着臭婊子 去死死死 女皇看着信 直呼好丑的字 李修生有点惊讶 自己姐姐的脑回路 现在不是吐槽的时候啊 这可是死亡威胁信 她现在有威胁 女皇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还是第一次有人胆敢威胁她 这不是很有趣吗 李修生听完都呆住了 在一个下周梁狂热粉丝的家中 正在看视频 突然电脑 跳出一个今日推送 之后 她马上就发到粉丝群里 大家看到这个了吗 虽然很快就撤回了新闻 但是她截图了 粉丝群有人出来说话 假的 她那天跟行程了 狗仔不想活了 哥哥穿那身衣服 是在工作 看到那个女的在躺椅上 不舒服的样子 就蹲下询问她 然后那个女的突然低头 靠近哥哥 哥哥受到了惊吓 表情很差 脑残粉非常生气 这么看 怎么感觉这个女的是勾引哥哥呀 她真该死啊 粉丝群另一个人也出来冒泡 她那天也去了 游乐园那天包场拍摄 她花了一些功夫才进去 晚到了一回 拍到了这个 越来越多的人扒出消息 这女的叫李田田 和白总订婚了 然后群里就炸了 等等 我脑子有点乱 这个女的和白总订婚了 但是还来勾引我们哥哥 而且 是前脚和白总约会后脚就勾引哥哥 好见啊 白总那么花心 我看她是那天和白总闹掰了 所以又想着勾引我们哥哥吧 啊 好恶心啊 这个女的 希望她去死 之后 这个脑残粉 就写了一封死亡威胁信给女皇 过了几天 女皇走在路上 真无聊 几天了 怎么什么都没发生 白语成问她在嘀咕什么 她刚想说 没什么 就见一人边喊李田田 去死吧 边扔出一瓶绿色药剂 女皇跃跃欲试 终于可以活动一下了 就在这时白语成 突然一把搂住女皇 把她抱在怀里 绿色药剂 在空中爆开 之后 她俩一口同声地喊道 怎么不躲 哪里受伤了 伤得严重吗 随后发现 她俩什么事都没有 背后一个黑衣人汇报 Both 雾名袭击物已被挡回 请放心 原来白语成慌忙之间 竟然忘了自己还有保镖 袭击者已被擒获 没有其他共犯 警戒接触 保镖压着脑残粉走了上来 她脸上还有绿色药剂 她大喊 快放开她 不然就要喊非礼了 黑衣人不为所动 Both 这个袭击者 要怎么处置 白语成很生气 竟敢袭击自己的女人 自己要她在监狱中忏悔 脑残粉听到监狱也有点慌了 连忙说是李甜甜勾引她家哥哥 女皇有点猛 自己勾引过谁了 脑残粉让她不要狡辩了 自己可是有证据的 这个贱人就是出轨了 自己袭击一个贱女人 有什么错 这种下贱的臭婊子 没说完就被白语成打断 首先自己很相信甜甜 其次 不管她有没有出轨 自己都不允许有人伤害她 这时 女皇直接勾住白语成的脖子 稳了上去 边上被抓住的粉丝 都惊呆了 女皇表示 都怪她刚才的样子太帅了 令自己把持不住 再来一个 波波 脑残粉很不理解 女孩子怎么能这么主动 太不要脸了 白语成有点害羞 要迟到了 这人就交给警察处理 赶紧去上班吧 女皇一脸宠溺 一害羞就转移话题 自己能怎么办 只能宠着 搂过白语成 就准备走了 她转头跟保镖掉别 脑残粉会错了意 以为是 她在挑衅 不就是仗着白总的宠爱吗 李甜甜 不要得意 不要以为白总送了一个戒指 就稳入豪门了 订婚宴什么的都没有 白总不过是王而已 迟早要被甩 女皇一脸莫名其妙 自己哪里又惹她了 点了个炸药桶 白语成也看不下去了 竟然挑过离间 这么说 倒是提醒了自己 订婚宴呢 就定在一周后吧 到时候 就请她在监狱里 好好观看 而在另外一边 一个女人看着 李甜甜的订婚请柬 边上的男人告诉她 妈妈说不想去 让他们两个带牢 女人有点恼火 自己就想去了吗 自己才不要去看 李甜甜那张虎刮脸 谁爱去谁去 说着 就把情柬甩了出去 男人结果看了起来 那就只好自己去了 哇哦 是和白语二少订婚 女人听到这个也跳了起来 什么玩意儿 给她看看 这个白痴 竟敢踏入白诗那趟浑水 男人也想起来 之前传闻白诗二少 和一位叫李甜甜的女子订婚 她还以为是同名罢了 竟然能把握住 那个花花公子的心 真是厉害啊 女人和尚请柬 厉害个屁 这个表妹真是出息了 看来要去一趟才行 男人看着她心口不一 果然姐姐还是关心表妹啊 女人跳了起来 谁关心她了 自己是去看她出丑的 到了订婚宴当天 什么呀 白诗到底在瞧不起谁啊 竟然指来了白语成 她妈和她妹 男人觉得 她的话是在骂人 女人气愤地表示 自己就是骂人又怎样 接着她看到远处一幕 女皇的远方表哥 见她发达了 就来骚扰她 表哥表示自己 最近手头毕竟紧张 问她借二十万花花 女皇这事完全没认出 她是谁 就没有说话 表哥以为是她不愿意 就威胁到 最好想想以前的情谊 做出正确的抉择 看她还是不说话 开始暗暗得意 害怕了吧 还不乖乖掏钱 女皇摸着下巴思考 这是谁呀 有点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了 表哥发飙了 逗自己完事吧 不要以为棒上白试 她就翅膀硬了 此时之前的女人走了过来 李东康 又活腻了吗 几个月前才警告过 表哥有点衰 暗骂怎么又遇到 这个女杀星了 她搂过女皇 跟许兴月解释 自己只是在和田田表妹酗酒 她用威胁的眼神看着女皇 田田表妹是吧 女皇低着头说了句 没错 这一下许兴月直接炸了 就是这个窝囊废的样子 真是令人恼火 自己要去揍醒她 还好她弟弟 及时拉住她 女皇这事想起来了 男人是她的三表哥 随后掰开了她的手指 是该好好叙旧了 这一根是惩罚她 N年前 抢了田田的棒棒糖 这一根是惩罚她 借走了田田的新自行车不还 旁边劝嫁的姐弟 也愣住了 女皇还想算账 但是李东康已经不动了 只见她口吐白沫 已经晕过去了 女皇把她手扔开 真是废物 这时许兴月过来质问女皇 她不是李田田 她到底是谁 女皇也有点惊讶 大表姐许兴月 记忆中和李田田关系很差的感觉 竟然能被发现 她的弟弟 有点不明所以 女皇花吃又饭了 看到美男走不动到了 许兴辰问姐姐 她的脸还有声音 不是李田田能是谁 许兴月解释 难道没发现吗 李田田那个懦弱的人 在被李东康勒索以后 只会瑟瑟发抖 没有那个胆量反抗 自己帮她解围 她还会劝 不要难为李东康 更不会有那种攻击性的眼神 许兴辰还是不怎么相信 可她不仅外貌一样 还知道一些 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小事 人的个性 总是会变的 花吃女皇凑了上来 二表哥许兴辰呢 同样是表哥 她就帅多了 她要是跟自己要钱 自己就给了 许兴辰转头看向姐姐 说得对 她不是李田田 女皇哈哈一笑 没错 她确实不是李田田 她是来自未来 蒂玛丽星的女皇 希勒亚 许兴月现在只想打120 自己的表妹已经疯了 女皇继续介绍 她在未来 过劳而死 然后睁开眼就回到了古代 变成了李田田 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 许兴月姐弟 还是不幸 根据李田田当晚的记忆 她应该是突发心脏病死亡 自己推测 她们两个极有可能是互换了身体 这么说来 李田田可是占了大便宜呢 自己的六千后宫啊 听到这里 两人都面露难色 这不可能 因为李田田她 根本没有心脏病 而在不远处 暗处有个人偷偷记录下了这一切 回去的路上 许兴月姐弟 还在想刚刚的事 许兴辰问姐姐 觉得如何 她的话能信几分 许兴月想了想 九成 又或是一成 其实完全没必要纠结 既然一切是从那天开始产生变化 就从那天彻查 就好了 如果有人在之中做了什么 那她就死定了 许兴辰看着姐姐担忧的神情 果然还是很关心表妹的呀 许兴月不想承认 吃口否认 自己只是感到被挑衅了 打狗也要看主人了 许兴辰见姐姐要动手 只好嘴上认怂 女皇这边还在想许兴月说的话 田田没有心脏病 那她是怎么猝死的 她又没有长久熬夜 对酒也不过敏 难道 被那个渣男丑死了 现在想起那张丑脸 自己都有一种 心脏要骤停的感觉 不过说起来 那天的状态确实很奇怪 虽然刚刚猝死 但是整个身体却非常兴奋 这时白宇成走了过来 刚刚在想什么 喊了好几声都没反应 女皇告诉她 自己在想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自己就把她办了的事情 白宇成脸瞬间红了起来 赶忙想找个借口开溜 只听到女皇还在喃喃 现在想想 当时都没有征求 她的同意就墙上 自己明明不是那种急色的人了 白宇成听不下去了 田田对急色的定义 有很大的误解呀 她哪里不急色了 之前还在上班 突然就要拨拨 还有一次正在坐电梯 手突然就摸上自己的脸 还有不久前 算了算了 脸好热 不想了 女皇还在沉思 明明都已经弄过一次了 却还是想要 白宇成直接捂住了她的嘴 不要再说了 是那个郭阳给她下了药 而且失手了 药下多了 所以是药物过量导致 幸好除了不久前的内分泌失调 没有其他副作用 女皇这是恍然大悟 原来 这才是李田田的死因啊 既然如此 那就让她偿还吧 坐在办公室的郭阳 突然一寒颤 连打了好几个喷铁 AI助手求求 求求的主人是全宇宙 最美丽 最强大 最智慧的玛丽星女皇 希勒亚 3880年 勤劳的女皇陛下过老死 灵魂穿越到 因心脏病而死的 古代女孩李田田身上 即使来到了古代 女皇陛下的魅力 也无人能敌 白氏集团二公子 知名娱乐公司星渝的总裁 白宇成 也对女皇陛下一见倾心 两人陷入爱河 火速订婚 然而前不久在两人的订婚宴上 女皇陛下得知到 原来李田田并没有心脏病 而是因前男友郭阳 下了过量的药物致死 女皇陛下决定让郭阳偿还 在一处酒吧的卫生间里 一个男人正在夸 刚刚碰到个妞非常漂亮 但就是不理人 问面前的郭阳 有没有能搞定他的办法 郭阳黑黑一笑 拿出一瓶小药丸 这个迷药 入水即化 无色无味 还有催情作用 一例他就任人摆布了 男人被吓了一跳 吓要自己可还没这个胆子 郭阳凑上前去 别担心 事后不会有记忆的 这一例就当是送他的 去吧 祝他有个难忘的夜晚 送走男人之后 郭阳大笑 看来又要多一个长期顾客了 毕竟这要确实好用啊 这时他的背后传来声音 对男的也有用吗 郭阳下意识地回答 那当然 突然他感觉不对劲 转头只看到女皇在他背后 没等他说话求求 从天而降砸在他头顶 紧接着就是一顿痛殴 随后就被女皇绑在马桶上 郭阳只能大喊大叫 女皇没说话 往他嘴里灌入一堆小药丸 应该都咽下去了吧 郭阳一脸惊恐 质问他给自己吃的是什么 女皇抿嘴一笑 吃了什么 自己也不太清楚 毕竟这是他的东西 郭阳看着两个空的药瓶呆住了 大声呼喊会出事的 快打120 女皇假装不解 会出事吗 那几个月前 他给李甜甜下药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这份觉悟呢 既然这么喜欢给别人下药 那就好好享受吧 随后女皇就用交代 堵住了他的嘴 郭阳只能发出恩恩声 而在另一处订婚宴 也圆满结束了 江川流搂着白语成肩膀 没想到三人之中 第一个将要步入婚姻坟墓的 会是他 说着还问向边上的夏周梁 他只好表面笑嘻嘻地附和 心里暗骂 订婚而已 该死的江川流 说得好像结婚似的 白语成反驳 不对 和甜甜结婚 才不是坟墓 不准他这么说 江川流笑了一声 哎呀 这也太乎七了 真是见色忘有啊 夏周梁心里十分恼火 那个女人根本配不上 宇成这份真心 有了宇成 还来调戏自己 迟早揭穿他的真面目 江川流想一出是一出 李甜甜人呢 藏起来了吗 都不来送送他们 白语成解释他 突然有事就先走了 夏周梁见机会来了 上前挑拨离间 订婚当天能有什么事 重要到把他丢在一边 白语成表示不知道 甜甜没戏说 都已经这么晚了 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不知道甜甜能不能解决 需不需要自己帮忙 夏周梁再一次 被他的脑回路给惊到 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就被边上的江川流捂住嘴 祝福了一下之后 两人就上车走了 白语成摇了摇头 看着这奇奇怪怪的两人 上车之后的夏周梁质问他 刚刚为什么要打断自己的话 江川流手撑着脑袋 他想继续吃狗粮 自己可不想 说起来语成 可是还有不少仰慕者的 这下 应该都死心了 夏周梁不置可否 那可不一定 结婚了还有离婚那一天呢 江川流看着他的神情 将来要更有趣了 毕竟 那位也不是什么普通的角色 回到家的许兴月姐弟 也查到了李甜甜被害 当天发生的事 看到监控里 郭阳给女皇下药 当场发飙 许兴辞给姐姐一份文件 或许已经不需要 他们出手了 许兴月不解地打开文件 看起来 只见上面写着 郭阳昨夜在某某夜店 和他人玩情趣时 扶药过量昏迷 经抢救后 虽生命无忧 但下半身已废 精神也失常了 而且 现在看到红色 就会格外恐惧 看来有人赶在了他们前面 红色 难道 是李甜甜 白莲这边一个人坐在树边 她想着 女皇与白玉成的订婚宴 明明是应该祝福的事情 但是自己却 一点也不想送出祝福 那天 女皇突然出现在她的世界里 是她的幸运 但是现在 这份幸运 就要属于别人了 在她想的时候 之前的小混混又找到了她 白莲一看来人 顿感不妙 准备马上跑路 但是小混混的手 直接撑在树上 挡住她的路 往哪走啊 这么久不见 怎么把规矩都忘了 白莲颤颤兢兢地说自己没带钱 小混混大怒 怎么 有了女骑士就胆肥了呀 边上两个小弟也拱火 可是她的女骑士 不是已经和有钱公子哥订婚了吗 哪还能想起她呀 那个可是总裁 有钱有权 不知道比这个废物强多少 小混混也开始嘲讽 这话说的 是个男的都比她强 也是 娘唧唧的 还要女的保护她 那女的也就是同情她罢了 白莲的耳边 想起无数人对她的冷言冷语 是啊 自己就是个废物 只会脱位甜甜姐罢了 又有什么资格妄想呢 小混混抓住白莲的衣服 赶紧把钱拿出来 不然别怪她不客气 这时 边上突然有点喊住手 李修生走了过来 她已经拨打110了 最好赶快放开人 小混混看到有人打扰 骂了句晦气 就带着小弟走了 李修生上前关心白莲有没有什么事 白莲摇了摇头 很抱歉 自己又给她添麻烦 李修生一脸自责 是自己来晚了 才让她受到这样的痛苦 自己一定不会放过那帮小混混的 白莲告诉她自己真的没事 只是被骂了几句 废物没用而已 况且也没说错 李修生反驳道 她还没毕业 就开始打工养活她自己了 如果这叫废物 那小混混 整天只会惹是生非的 算什么 不要听别人瞎说 都听她的 白莲很好的 成绩比她好 性格比她好 比她勤奋 什么都比她强 如果这是废物的话 那她成什么了 白莲还会做最好吃的小饼干 而她只会吃 说着李修生就有点馋了 白莲被她逗笑 准备都听她的 还递上去一个手帕 让她擦擦哭出来的鼻涕 李修生直接用手擦了擦 回去的路上白莲跟她道歉 因为要打工 所以就没有去参加 甜甜姐和白宇成的订婚宴 李修生听到这一脸气愤 不要提这个 真不知道那个总裁有什么好的 姐姐和她订婚以后 就遇到了好几次袭击 白莲有点惊讶 还有袭击 李修生开始讲述 上一次 上上次 还有之前刚下楼就被袭击 白莲听完内心暗道 甜甜姐竟然一直处于这样的危险中 这样一来 就算没什么用 自己也要保护她 而女皇这边 正坐在办公室里 无聊地赚着笔 看着夏周梁向白宇成汇报工作 这时 夏周梁突然打句道 听说她订婚那天 回公司工作到很晚 还以为要春孝一刻呢 女皇看出了点苗头 原来她是个童啊 白宇成解释 因为那几天都在筹备订婚 所以耽误的公务要加急 夏周梁一脸绿茶样 宇成 这样真的太辛苦了 随后 女皇的一系列操作惊呆了她 只见女皇上前 坐在白宇成腿上 责怪她竟然熬夜工作 一点也不怪 同时 女皇还挑衅地看着夏周梁 但是对方完全会错了意 这个贱女人 居然同时还在勾引自己 不可饶恕 女皇搂住白宇成 看来要做些更晚睡的事才行 她害羞地脸通红 让夏周梁没什么事的话就先走吧 大明星只好站起身准备离开 内心系十分足 怎么会有这么不矜持的女人 太可恶了 女皇一脸奸计得逞的样子 白宇成看着她 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虽然平时不走寻常路 但不会这样 在自己谈试的时候 突然打断的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 一定要跟自己说 女皇抿了下嘴唇 没什么 就是太喜欢她了 让自己忍耐不住 看着白宇成通红的脸 她也没想到夏周梁竟然有别样的心思 察觉到这点 让她怒火中烧 迫切地想要宣誓主角 她直接就吻了上去 夏周梁这边 她的助理正在给她汇报工作 上午十点有个杂志拍摄 晚上八点有个采访 她点了点头 但是看到助理那副样子 暗骂花痴女 真是太恶心了 特别是那个李甜甜 随后 他们乘坐电梯来到一楼 电梯门打开之后 外面却非常吵闹 助理见大厅非常乱 为了安全起见 就准备从紧急通道走 夏周梁也同意了 正准备走的时候 听见有人大喊 叫李甜甜滚出来 竟然把他哥打成这样 还有没有天理了 夏周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幕 而在另外一边 白莲正在应聘心语 她编辑好自己的个人简历 随后发了封邮件过去 没一会就收到了回复 这让她觉得 大公司效率真高啊 通过通过通过 随后她开始祈祷起来 但是结果却与她事与愿违 白莲叹了口气 网头简历果然不太行了 不过 自己是不会这么简单放弃的 随后她整装待发 直接到了星宇总部 但前台则告诉她 星宇最近没有招新计划 白莲还想争取 自己什么岗位都可以的 可以看一下简历 这时 边上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一下子把白莲推倒在地 倒在地上 显得楚楚动人 边上一个路过的经纪人 看到这一幕 顿时觉得机会来了 这颜值不做网红 可惜了 走过来帮白莲 捡起地上的简历 白莲赶忙道谢 经纪人表示不用客气 问她愿不愿意加入星宇 内心泛起花痴 凑近看更加可爱 自己一定要把她拿下 白莲听后非常开心 加入星宇 自己非常愿意 随后 电梯里的她 被迫换了一身造型 她看着手里的一人合同 安安窃喜 真的进入星宇了 甜甜姐 她来了 边上的苏三凡 听到了甜甜姐 问她说的 是不是李执行总监 白莲被冒出来的人 吓了一跳 苏三凡连忙解释 自己的存在感比较弱 容易被忽略 吓到她了 实在抱歉 她说的甜甜姐 是不是全名叫李甜甜 红头发 白莲很惊讶 原来苏三凡也认识甜甜姐 两人一见如故 因为都认识女皇 开始畅聊起来 之后 电梯里就变成了 大型粉丝彩虹屁现场 就在这时 电梯门打开 女皇走了进来 她看到白莲问 怎么在这边 白莲表现得十分害羞 她是去21楼报到的 刚刚说的话 不会被甜甜姐听到了吧 这也太羞耻了 女皇恍然大悟 21楼 原来她成为了星鱼的艺人啊 上前揉了揉白莲的头发 也是 这样的美貌不出道 简直是埋没了 苏三凡看到这幕 也有点羡慕 没想到下一刻 女皇也摸了摸她的头 女皇鼓励她们加油 一定会火的 而在她们上方的监控 记录着一切 并且还闪烁了一下红光 白莲混进了星鱼之后 就一直在暗中跟着女皇 在她们走入拐角的时候 白莲赶紧跟上去 但是撞到了两个人 她连忙道歉 两个保镖凶神恶煞地看着她 居然是个礼貌的小老鼠 白莲还以为遇到了黑社会 瑟瑟发抖 之后两个保镖压着她 去见白玉成啊 BOSS 抓到一个跟踪者 要怎么处置 白莲这才明白 这两个可怕的人 是白玉成的手下 看着她的眼神 顿时不敢说话了 白玉成刚打算说 让她们按老样子处理 边上的女皇认出了白莲 跟白玉成解释 她是自己的邻居 应该是误会了 保镖随即就放开了她 女皇上前安抚 抱歉 最近意外比较多 她们比较敏感 有没有事 白莲说了句没事 原来有保镖啊 看来自己想暗中保护 甜甜姐的行为 真是多余 自己可真没用啊 女皇揉了揉白莲的头 发型变回原来乱蓬蓬的样子 也很可爱 但是白玉成过来 把她的手拿开了 女皇一脸不解 白玉成没说话 只是亲了一下她的手 随后就瞪着白莲 女皇顿时明白 是白玉成吃醋了 她正在示威 上车之后 白莲就被保镖盯着 不让她靠近女皇 在电梯里面也是 就这样白莲煎熬地 回到了公司 到了地方 女皇与白玉成道别 自己和白莲 要去会议室开会 等会再见 白玉成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并让手下去查一下 白莲的信息 她总觉得 这个人有些眼熟 会议室里 女皇针对白莲 做出了一系列的方案 最后结束了会议 白莲过来感谢女皇 为了自己 实在是太辛苦她了 女皇点了点头 确实很辛苦啊 白莲赶忙道歉 女皇捏了一把她的脸 不过 这样就能满血复活了 公司里的其他人 都在议论白莲 这次的新人 真的好好看啊 有人劝她别花吃了 人家已经有主了 另一个人也冒了出来 是说和李之星总监的传闻吗 不会吧 那可是老板娘啊 一开始说话的那人 信誓旦旦 千真万确 这可只告诉他们 自己亲眼看到 李总监接吻了 就前几天在公司里 其他人都惊呼 那白总 岂不是头顶青青草原 而白玉成和夏周梁 此时正好路过 听到了这些闲言碎语 夏周梁假惺惺的叹气 这些人思想真是的 田田和白莲 只不过是 关系很好的朋友而已 她很满意 不幸这样都还不起 白玉成一脸心事重重 没有说话 夏周梁邪媚一笑 看来是时候最后一击了 到了晚上 威后上出现好几条 关于李甜甜的热搜 还有一个李东康发布的视频 自己被李甜甜 打成了二级重伤 她是自己的表妹 在她穷的时候 看在都是亲戚的份上 借给她五十万 后来她和星雨总裁订婚了 自己以为 应该她能还债了 没想到她翻脸不认人 不还钱 还打了自己 老父亲去星雨讨说法 还被李甜甜喊人扔了出来 老父亲啊 那么大年纪 还要为自己受苦 为了父亲 自己无法继续沉默 一定要揭穿 李甜甜的丑恶嘴脸 一经发出 网络上也都议论纷纷 这个男人觉得 时机已经成熟 编辑了一条 评论发了出去 自己就是星雨的员工 这完全是李甜甜能干出来的事情 她就是这么嚣张跋扈 空降进公司 指着公司老员工鼻子骂 她黑黑一笑 这可不怪她 谁让李甜甜不长眼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她不过是拿钱办事 求求这边发出警告声 监测到关键词李甜甜 大量在网络中与负面词关联 女皇被她的声音吵醒 问她发生什么了 女皇打开手机 发现自己霸占了热搜 她轻蔑一笑 就这水平了 第二天早上 星雨公司 手下人跟总裁汇报 李执行总监的相关热搜 撤了之后就会换个词条重新上去 甚至人们的情绪更加激愤 白总 还要继续吗 白语成叹了口气 热搜方面先这样吧 另外 通知夏周梁 立刻到办公室来 手下人应了一声 就去叫人了 夏周梁来到办公室之后 还装作一脸关心的样子 是不是李甜甜的热搜很棘手 不如她发个什么动态 转移一下网友的视线 应该会有点帮助 白语成告诉她 确实要发些什么 毕竟这件事情不就是她的安排 当然要她来解决 夏周梁狂冒冷汗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白语成从电脑旁 拿出来一堆照片给她看 那么 这些要怎么解释 上周 李东康和她的父亲 被安保赶走没多久 夏周梁的经纪人 就和他们进行了接触 公司的监控 被工作人员立某 调取后删除 该工作人员也与经纪人 有金钱交易 夏周梁暗骂 真是的废物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表面上还是装作很无辜 她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自己完全不知情 语成 这么久的朋友 还不相信自己吗 白语成又抛出一张王牌 那么 金朵朵呢 夏周梁听后脸色一变 白语成接着说 自己本来是不可能怀疑她的 但是金朵朵自杀前 留下一封 写着周梁 我会用死证明 我对你的爱的遗书 自己本以为 这只不过是金朵朵的极端情绪 可是自己越查 她的嫌疑却越大 夏周梁剑装不下去 索性不装了 这个剑女人 自杀还留遗书 真是死了也要恶心人啊 不过 除了这个计划外的遗书 其他的证据 应该都不存在了吧 她可是 都有销毁掉的 白语成见她承认 也是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夏周梁贴了上去 都是因为你啊 你是我的 她居然和你有绯闻 那她就该死 还有李甜甜 我不仅要她死 还要她被万人唾弃 白语成听后暴怒 一拳打了上去 但是被夏周梁接住 不要这么暴躁 不如就从了她 她可以放李甜甜一马 就在这时 她的背后传来声音 女皇走了进来 真是善良啊 自己就不一样了 自己可是不会放过她的 夏周梁笑了起来 倒要看看李甜甜 能有什么手段 女皇看她一脸自信的样子 看来还真是不知道 金朵朵当时虽然自杀 但是没死 夏周梁听完脸色一变 不可能 没死怎么这么久没出现 白语成解释 她因为割腕吞药 虽然抢救了回来 但一直昏迷不醒 既然昏迷不醒 那就让她永远醒不过来好了 女皇可惜地告诉夏周梁真相 真是不巧 因为自己对大脑也略懂一二 所以就把她唤醒了 金朵朵自顾自地说着 自己本以为遇到的 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没想到 只是处心积虑的谋划 自己居然为了她这种人自杀 真是蠢得厉害 不过 得感谢愚蠢的自己 那段所谓的爱情 自己都当做珍宝一样存了下来 包括她是如何接近自己 如何打击自尊 如何 叫唆自己自杀 夏周梁不为所动 那又如何 那些东西也不能拿她怎样 最多也就是让她身败名裂 有李甜甜陪葬 她也不亏 女皇摇了摇头 不不不 身败名裂的 只有她自己哦 不如去看看热搜 夏周梁打开手机一看 网络上的舆论风向全变了 现在全是李东康小时候 欺负李甜甜的图片 网友都在可怜李甜甜 有这样一个亲戚 与白连亲嘴的图片 也发现 只是换了个角度 看上去就像接吻 夏周梁不明所以 这些东西 自己明明都已经全删掉了 女皇俏皮道 又很不巧了 她刚好对电脑 也略通一二 夏周梁把头发撸了起来 这次是她输了 看来只能退圈继承下舍了 不过 她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就在女皇看不下去 要动手的时候 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一堆警察 夏周梁 涉嫌买凶杀人等多项犯罪 请跟他们回去协助调查 大明星有点猛 是不是搞错了 白语成正式表态 自己当初不仅调查了金朵朵 还有石家然 田淑文 孙思那些 曾经和自己有过绯闻 后来死亡 精神失常的女人 大概是一开始还不熟练吧 真是漏洞百出啊 自己其实 真的一直把她当做好朋友的 女皇上前 想帮白语成 扶去眼角的泪水 但是被她握住 然后松开 田田 我们分手吧 女皇怀疑自己听错了 白语成竟然要和她分手 看来是昨天睡眠不足 耳朵都出现幻听了 白语成低着头 没听错 是她要分手 女皇不同意 至少要给个理由 白语成告诉她 虽然和白莲接吻的图是假的 但她还是是喜欢白莲的吧 女皇理直气壮地点了点头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白语成看她这么坦白 也有点气愤 都不装一下的吗 还喜欢苏三凡 还有之前那个被开除的保镖 女皇也不否认 还想起之前那个保镖好帅的 被开除了自己当初还惋惜了好久 白语成听不下去了 指责她也太花心了 女皇表示 女人本来就是很花心的 这没什么问题 让她不要闹脾气 女皇说着 就想去摸白语成的脸 却被她躲开 她接受不了 打算就这样分手 顺便也把李甜甜给开除了 女皇看着流泪的白语成 自己这是把她惹哭了吗 哭得那么令人心疼 回到家中的女皇 还在想刚才的事 哭得也太好看了吧 搞得自己浮想联翩 不禁要变态起来了 但是她突然想起来 他们已经分手了 自己也只能想想了 这时弟弟打开了房门 女皇看她匆匆忙忙的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修生拿出一则新闻 上面写着白诗二少 与何家千金甜蜜相往 门当户队十分般配 弟弟很气愤 他就知道 这个狗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女皇看着手机没说话 李修生则在持续输出 有女朋友 还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 真恶心 听说她以前就格外花心 前女友有N个足球队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女皇连忙堵住她的嘴 让她别说了 看着手机上出双入队的两人 自己只觉得碍眼 看到宇成和其他女人 轻轻无我 这种心肌梗塞的感觉 昨天宇成就是这种心情吗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女皇开门 看到一个男人站在外面 她自我介绍叫白丽祥 是白宇成的哥哥 女皇一直知道她 不过这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问她有什么事情 白丽祥看她居然丝毫 没有请自己进去的意思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速战速决了 来助她夺取白氏吧 女皇有点猛 为什么要用夺取 白丽祥解释道 没错 就是夺取而不是继承 毕竟她的父亲还年轻 而她不想再等待了 更何况 等待也不定有结果 父亲重义的继承人 除了她和白丽祥 据她所知 就还有八个 更何况 今年还有多了两个弟弟 女皇听到这也有点不可思议 这白争怕不是毕生时间 都拿来制造后代了吧 不过自己为什么要帮她呢 白丽祥给出筹码 事成之后 白氏分她一半 女皇很不屑 须须白氏 自己都不放在眼里 更何况是一半 白丽祥露出一副 果然如此的样子 毕竟是希勒亚女皇 怎么会看上这些 女皇眼神突然锐利起来 她怎么知道的 突然想起订婚那天 有人在旁边偷拍 原来是她的人 白丽祥也没否认 不愧是希勒亚女皇 逃不过她的眼睛 没等女皇说话 白丽祥就把手撑在门框 苏兄半路 开始色诱 只要她答应 自己就是她的人了 但是女皇十分平静 自己这是怎么了 白丽祥这张脸 妥妥的美男 甚至微微露出胸膛 十分诱人 怎么看都十分和她口味 可是为什么她的内心毫无波澜 难道她不行了 是早年纵欲过度的原因吗 白丽祥也有点猛 不是都说李甜甜很好色吗 这是什么反应 怎么好像一脸惊恐的样子 难道自己的美貌出问题了吗 她拿出手机看了半天 再怎么看也是气宇轩昂啊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了 看来她的弟弟 很了不起吗 白丽祥转头问女皇 她还不知道白丽祥和她分手的理由吧 不如查一下 或许就有跟自己合作的兴趣了 而在另外一边 白丽祥正准备删除女皇的联系方式 门外突然有两个人闯了进来 白莲和苏三凡 匆匆忙忙地进门 白莲开口求情 如果公司是因为 潜规则的谣言开除李总监 那她和苏三凡都可以作证 李总监并没有潜规则他们 白丽祥冷笑一声 是啊 你请我愿的是 怎么能说是潜规则呢 她两连忙否认 白丽祥突然站了起来 走到白莲面前 她不就很喜欢李甜甜 白莲支支吾吾地表示 自己只是单方面的喜欢 白丽祥让她不用紧张 反正自己和李甜甜已经分手了 她俩听到这个消息 也有点震惊 苏三凡觉得自己 好像吃到了 什么不得了的瓜 白丽祥接着施压 怎么这副表情 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弟弟 白莲猛啊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苏三凡压力很大 怎么瓜越滚越大 这种事情 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吗 不会要杀人灭口吧 白丽祥表示自己还知道 李甜甜也很喜欢她 就提前祝他们幸福了 苏三凡只能蹲在角落 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听见 白莲这时表态 她是知道李甜甜喜欢她 但是 那种喜欢就像是 女孩子喜欢漂亮衣服 喜欢毛绒动物 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清楚地知道 那种单纯的喜欢 与爱情无关 而李甜甜对白与成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必这样 听到这些白与成沉默了 就在她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桌子上的手机响了 她拿起来一看 是父亲的电话 白与成虽然有些心软 但还是嘴硬 那又如何 不过是玩而已 现在 爱情游戏该结束了 转眼 她就来到了白石老宅 看到了心情很不好的白症 今日开盘 新雨股价下跌13% 下周梁相关的重要投资项目流产 夏氏和白石决裂 这一切的损失 都只是因为一个女人 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 居然 把公司的摇钱树 夏氏的继承人送进了监狱 白与成连忙解释 不是这样的 自己只是无法接受 一个男人对她的觊觎 让她恶心 所以才这样 白症有点不幸 还以为是太爱那个女人 所以昏了头脑 不然 她实在无法理解 在造成如此大的损失之后 为什么李田田还活着 白与成按道不好 父亲果然起了杀心 怎么会呢 自己已经把她甩了 并将她开除 只是现在 她还在大众的注视下 若是出事 恐怕会对公司 造成更大影响 白与成不知可否 真的是这样吗 白与成接着忽悠自己父亲 死岂不是太便宜她 让她生不如死地活着 才更加解恨 白症挥了挥手 行了 那就拭目以待吧 不过 星渝自己 就派人暂时接管了 至于她 就在这段时间中 和何家千金好好相处 弥补她造成的损失 可不要让人失望啊 与成 随后 白与成就与何家千金 展开了约会 身后还跟了很多保镖 而这一切 都被囚囚监控着 并告诉了女皇 岂有此理 白与成竟然这样对于成 居然强迫她与别的女人约会 还派这么多人监视 白与祥盯着求求一直看 这就是未来的高科技吗 真厉害啊 还以为她要查一段时间 结果这么快就查完了 本来都准备离开了 结果又被拽了回来 怎么样 现在要不要合作 女皇点了点头 看在送消息的份上 她同意了 出发 白是老宅 白与祥看到她怎么秒换衣服 还有发型 都惊呆了 突然察觉重点不是这个 这么急着去老宅干嘛 她们现在应该从长计议 谋求更多 女皇一脸自信 没那个必要 晚上 白与祥与白与成 正在老宅吃饭 白与成问她与何家千金 相处得怎么样了 白与成文目两可的 回来还可以 白与成很不满意 什么叫还可以 给一个具体的时间 何时能把她拿下 看到白与成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的样子 一下把酒杯砸在桌子上 唯唯诺诺的 像个什么样子 大声回答她 就在这时 响起第三个人的声音 女皇的声音传来 不会有那天了 因为与成她只喜欢自己 哼 什么何家千金 都给本皇走开 白与成听到这个声音 也意识到 是李甜甜来了 她赶忙起身 不行 必须赶快走 不然有危险 白与成上去大声赤贺 再说什么胡话 这里可不是她能撒野的地方 赶紧滚 同时还小声地与女皇说 危险 让她快走 女皇伸出手 摸了摸白与成 对不起 一直以来是自己疏忽了 竟然没有发现 她一直以来压抑着痛苦 她明明善良专一 却要装作是花花公子 好色霸道 明明柔软温暖 却要对外装作是冷漠算计 明明喜欢李甜甜 想要保护她 却要赶走她 装作讨厌她 就为了得到那个男人的承认 违背内心 承受这么多痛苦 不值得 白与成担心自己母亲那边的情况 但是女皇告诉她 来之前 自己已经询问了母亲 她也赞同自己的想法 想要达成目的 也不止一个办法 与其在别人的规则里挣扎 不如来创造自己的规则 女皇回想起 白天去拜访白与成母亲 古青很热气 甜甜啊 太巧了 刚刚还和沐轩念叨 最近怎么不回来 看他们 快进来吧 女皇拒绝了 今天来是有事情 要征求她的同意 古青有点奇怪 什么是这么急 女皇表示事书紧急 自己就直说了 白与成不爱她 即使白与成继承白事 她成为白与成的妻子 也没用 因为 比起金钱和地位 她的爱对白与来说 一文不值 既然如此 不如个思路呢 让白与成除了她以外 一无所有 而老宅这边 白与成鼓起掌来 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创造自己的规则 她就是李甜甜啊 果然不普通 和自己有几分相似 女皇发飙 谁像了 别再侮辱她了 白与成话头一转 开始指责白与成 真是令人失望 果然她还是更像她 那个懦弱的母亲 一点也不像自己 她的继承人位置 被剥夺了 女皇忍不住笑出声来 白与成疑惑 她怎么突然笑了起来 因为想到了 好笑的事情 一个止于行妻的乞丐 说着记成什么的话 实在是令人发笑啊 白与成不懂 她在说什么 女皇无嘴偷笑 差点忘记了 自己切断了 她的手机信号 她现在还一无所知 是时候让她看看 现在这个世界了 之后召唤出了球球 之后召唤出了球球 白与成看着 莫名其妙出现的机器人 这是什么 怎么突然出现 刚刚还没有 还会对话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她的手机 突然传来无数提示音 只见全是未读短信 和未接电话 白董事长 我们挪用资金的事情 怎么报出来了 白与成 原来之前是你算计我 手机又有新的来电 是公司的财务 她说股东大会 已经决议 把他们送上法庭了 听到这话白与愣住了 手机也直接掉了下去 质问李甜甜 都做了什么 女皇笑了起来 自己也没做什么 只是把她做的事情 都告诉大家而已 白与气急败坏 既然如此 大家都别想活了 来人 快来人 把这两个人给抓起来 白与要让他们后悔 挑衅自己 但是叫了半天 也没有保镖或者仆人出来 这时白丽祥 带着管家走了进来 白与看到后 顿时觉得 自己有了帮手 但是白与祥 没理他 走到了女皇面前 白氏已经处理妥当 真是合作愉快啊 管家也开口了 白董不必费力了 自己已经让保镖 和仆人们都放假了 白与祥也意识到 他们全背叛了自己 手捂着胸口 随后 被气得吐出一口老血 直接晕倒了 管家笑了笑 从来没有信任 又哪里来的背叛呢 女皇也有点惊讶 原来秘书不是白与祥的人 白与祥表示 总要有点筹码 才能找他合作呀 虽然并没有什么用 管家这事道歉 是他没用 白与祥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告诉他 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女皇看着两人 总觉得有种微妙的气场 白与祥看了他们一眼 转身离开了 还好女皇察觉 抓住了他 问他要去哪里 白与祥告诉女皇 自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 可能对他来说 一气多夫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自己接受不了 是啊 我可是玛丽星的西勒亚女皇 我的后宫 可是有六千美男的 但是 第一个说要保护我的人 是你 第一个强势要求 我不能受伤的人 是你 第一个为了工作拒绝我求欢的是你 第一个约会 放我鸽子的是你 第一个跟我说分手的 还是你 这么一算 你好坏哦 可是 谁让我 喜欢你呢 为了你 我只好放弃我的后宫了 你可真是个魔人的小妖精 白与祥脸红地看着女皇 就在他们马上要深情拥吻的时候 女皇转身吐了 白与祥不明所以 带着他去了医院 医生看着报告不说话 这可把白与祥急坏了 江川留一脸笑意 恭喜了 白与祥以为他还在开玩笑 上去拎起他的领子 江川留表示没有开玩笑 这次是真的 恭喜他了 要当爸爸了 听完白与祥直接愣住了 江川留看着他突然没了动静 但是至少先把自己松开再呆掉啊 要窒息了 人许多久都不在开玩笑 我想 breath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